霸天武魂 第5081章 黑沙城 作者 千里牧尘 黄金玉的弟子又如何 我连十二圣城的大佬都得罪了 也不缺这一个 更何况 他们也未必会知道你们是我杀的 所以 你就安心地去死吧 要做一个忠诚的狗 这样你们的少主也会高兴的 灵霄说话的同时 龙晨已经发动了强力的攻击 姓张的早已经失去了斗志 更是被灵霄吸引了注意力 完全没意识到龙晨的攻击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胸膛已经被龙爪破开了一个大洞 小金 他的生命精华归你了 这家伙的俯身武魂 似乎是热血属性的 正适合你 灵霄招呼了小金一声 小金点头 张口吸光了姓张的生命精华 然后 就进入乾坤界之中 淬炼能量了 这姓张的 好歹也是个神体进八重修为的武者 虽然不如黑风巨龙和黑风之王 但应该也可以 让小金的神员等级提升不少吧 岳芳华也在这场战斗中 将神员等级提升到了六级 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相信不久的将来 应该也可以完全适应 永恒神域的环境吧 撤 杀了姓张的 将尸体毁掉 灵霄就让众人进入了乾坤界 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 叶寒逃走 这是个未知的麻烦 虽然叶寒本身就是被通缉的对象 一般情况下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但小心为妙 灵霄还是选择了改变面容 当然 是为了避免麻烦 总不能一个劲地战斗吧 那样 对他们的负担太大了 还是得休息一段时间为妙 他们前进的目标 是黄金五国的一座贸易城池 因为靠近黑沙漠 所以叫黑沙城 黑沙城没有单独的势力掌控 是各方势力交易的地方 双府城和蓝海城的舞者 也经常去那里交易物品 在那里有自己的办事点 去那种地方 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去黑沙城的主意 还是蓝城出的 说到这里 真得感谢蓝城了 不然的话 他们恐怕连黑沙漠 都进不了 就要被围攻了 灵兄 还是要小心一些 虽然那银牙和姓张的 最后说的话 都是威胁 可的确也是真的 暗神殿的势力 遍及整个永恒神域 是最大的杀手组织 黄金五国中的分堂 就算是五国皇室 也不敢轻易招惹 血红衣同样也是黄金玉的弟子 虽然黄金玉未必会为了他派出高手 可单纯双斧城 也不好惹啊 血红的父亲 可是神魂尽强者 蓝城的声音 从乾坤界里传来 这些事情 他还是要提醒灵霄一下的 我知道蓝兄的好意 不过区区双斧城 还吓不到我 至于暗神殿 已经是老对手了 你别忘了 我可是刚进入永恒神域 就被圣城的大佬盯上了 这点麻烦 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连这个都解决不了 那以后 还怎么跟更强的对手抗衡 灵霄笑了笑 云淡风轻地说道 当然 他的心里 也有很大压力 所以 必须得尽快提升实力 在实力低微的情况下 招惹到强大的对手 是非常不明智的 可现在已经如此了 那就得想办法提升实力 敌人的追击 反而会成为 他晋升的动力 林兄果然不是池中之物 蓝某佩服 蓝臣感慨道 蓝兄可有想过 接下来怎么办 跟着我们 还是要我将你送到别的地方 毕竟 我们接下来面临的 恐怕是无休止的追杀 跟着我们 可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灵霄问道 我已经想好了 到黑沙城之后 你就将我放下吧 我还是想回蓝海城 小姐待我不薄 虽然我已经背叛了蓝海城 但不能背叛她 蓝臣说道 不是我说啊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现在的情况 你回去 一定会被当作叛徒处置的 灵霄皱眉道 无所谓 我帮你们 是为了报答 你们的救命之恩 回蓝海城 是报答小姐的知愈之恩 即便死了 也认命了 蓝臣笑道 灵霄叹了口气 这海城 还真是够耿直的 看起来劝说是没用了 必须得想个办法 可以让蓝臣安全返回蓝海城 而不是以叛徒的身份 反正追杀她的人 都已经死了 没有人看到蓝臣背叛 她还是可以想出应对之法的 蓝胸 到了黑沙城之后听我的 我会让你尽可能安全返回蓝海城 而且 不是叛徒的身份 而是英雄的身份 灵霄已经有了主意 接下来 就是赶路 路过那片遗迹的时候 只能看到一片狼藉 原本热闹的场景 早已经没了 不知道那两枚龙巾 是谁夺去了 不过灵霄猜想 可能是黄太风 或者英离吧 又或者一人夺走了一枚 接下来的路程 它们速度明显要更快一些 一来是因为实力都提升了 二来则是因为黑风之王的关系 没有再受到任何攻击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已经踏出了黑沙漠 看到了远处巍峨的城郭轮廓 黑沙城的规模 比双辅城和蓝海城都要大一些 大约是那两座城池的四五倍吧 不愧是贸易城池 热闹程度也比那两座城池要强很多 远远的就可以看到 如同蚂蚁一般的人群在城门口来来往往 而此时 小金已经完成了修炼 神员等级达到了八级 战斗力比之前强大了很多 老大 入城之后 麻烦帮我找一些火属性 或者光属性的金石 丹药之类 我想尽快将神员等级提升到十级 不然都没办法发挥出正常实力 小金道 放心 当然要如此 林霄点了点头 朝着黑沙城的方向走了过去 有了蓝沉的指引 很多麻烦都可以省去了 此时林霄改换了容貌 更不怕会被认出来 他踏入城池之中 第一感觉就是 这里热闹很多 他这个外来的客人 并没有引起丝毫的波澜 或许是因为 黑沙城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吧 这座城池的 基本上都是旅客 以及外地人 本地人很少很少 所以 外来客在这里 反而是正常现象 不值得惊讶 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林霄将蓝沉放了出来 然后给了蓝沉两枚丹药 一枚是玄黄龙薅丹 一枚是黑玉断絮丹 都是完美级别的 蓝沉拿到之后 眼睛都瞪大了 如此完美的丹药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5082章 金屋汽屑草 作者 千里牧尘 你回去之后告诉你们小姐 就说 你没找到我 而是来到了黑沙城 遇到了一个厉害的炼丹师 你手中的丹药 会证明你的话 如果他们要找我的话 你尽管带来旧事 就说 我的名字叫原尊 说不得 又要冒充一次师尊的名字了 大恩不言谢 如果还能活着 蓝沉一定为林兄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蓝沉感恩戴德 这世上 重情重义的人已经不多了 既然遇到 就是缘分 不用客气了 趁着还没人看到 速速离去吧 灵霄道 蓝沉点了点头道 林兄 听我一句 这黄金五国 暂时不要呆了 圣城那位大佬的悬赏 目前只限于黄金五国 因为您是从四域九季而来 所以 如果您前往别的五国 兴许能扰乱他的视线 短时间内 他恐怕就发现不了你了 还有 黑沙城虽说是贸易城池 但也并不安全 出了城 往东边走 过了一条大河 穿过一片丛林 便是罗刹五国 罗刹五国与十二圣城的关系 比较特殊 一般圣城的悬赏 令在那里很难奏效 那里应该暂时是安全的 严禁于此 也帮不上多少忙 这份地图 是黄金五国通往罗刹五国的 您收好 一路保重 说完话 蓝沉转身离去 林霄目送蓝沉离开 便朝着最大的市场走去 他决定搜集一些材料 帮助小金炼制火系 或者光系的丹药 如今 小金需要这种丹药 来让神员等级提升上来 很重要 小金实力变强 对他们这个队伍来说 是很大的提升 因为是贸易城池 没有势力统治 尽管隶属于黄金五国 可是结构松散 黑沙城中斗殴 甚至杀戮 几乎每天都能见到 走在街上 甚至都能嗅到浓浓的血腥味 永恒神域 比他想象中的 更加简单野蛮 这里的舞者 甚至很多都撕破了伪装 血腥的杀戮和战斗 成为了解决矛盾的最直接 最常见的手段 难怪这里会诞生 杀戮大地这样的存在 或许跟环境有直接关系啊 黑沙城没有拍卖行 只有混乱的贸易市场 珍贵的材料 都摆在台面上 谁若是要 直接掏钱就行 没有点实力 是不敢在这里摆摊的 那样的人 会把自己得到的东西 直接卖给有信用的伤患 总之 市场上有什么东西 看看就知道了 林霄走得很快 因为他要抓紧时间 买了想要的东西 然后就离开 正如蓝辰所言 黑沙城也不是九流之地 谁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个过程中 他就看到了好几个舞者 因为想要抢走摊位上的东西 结果被人当场击杀 一般来说 摆摊的人 在黑沙城中 都不会是一个人 实力也不会弱 当然 真遇到强大的强盗 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没办法 这里就是这样混乱的规则 林霄对于那些杀戮并未理会 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的规矩 不是现在的 他能够改变的 若有朝一日 他可以凌驾于永恒神域 所有人之上 那他就可以制定规则 改变这血腥的局面 林霄要给小金炼制的是 金屋火源丹 辅助材料 已经在市场上都购买到了 花费了他一千多几品零食 不过 这也是值得的 问题是 最重要的金屋汽血草 还没有找到 老大 要不然先撤吧 不能为了我让大家都犯险 小金道 放心 我现在改换了容貌 即便他们追来了 也认不出 林霄安慰了小金一句 继续寻找 终于在一个小时之后 他找到了自己所需的金屋汽血草 这草要什么价格 林霄看着眼前这个一脸麻子的中年贪贩问道 说是贪贩 但修为也有神体近五重巅峰 麻子脸抬头看了一眼林霄 原本就很小的眼睛笑得完全看不见了 这可是几品药草 整个市场就我有 这样吧 要么你给我一万几品零食 要么给我一件一道神龙文帝王器 老板 你是否觉得我不识货 就故意来坑我啊 金屋汽血草 对大多数人来说 根本就是鸡肋 市面上之所以少 只是因为大家觉得 这东西卖不出去罢了 一千几品零食 已经是顶了天的价格了 你竟然敢要一万 胃口挺大啊 也不怕 把自己撑死了 林霄的眼中 透出一抹冷意 淡淡道 怎么着吧 我就是要这个价 而且你不买还不行 马子连冷笑一声 周围突然间围过来十几个人 全部都是神体 近三四重修为的舞者 一个表情 比一个凶恶 犹如要吃人一般 林霄冷笑 这黑沙城 还真是没规矩的城池啊 问个价 不买都不行了 虽然他继续这金屋气泄草 但也不会这样吃亏的 逼急了他 直接那东西走人 对方一分钱也别想得到 他看向那马子连 淡淡说道 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 你最好收了 这一千几品零食 把东西给我 否则的话 你今天得不到任何东西 人还得废在这里 林霄的眼中 已经有了杀意 看着林霄的眼神 那马子脸 忽然哆嗦了一下 虽然这黑沙城 一般情况下 不会有太厉害的年轻人出现 但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啊 难道这少年 竟然是哪个大势力的公子 这就不好办了 他想要妥协 可面子上又过不去 万一对方只是虚张声势 那岂非搞笑了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林霄突然出手 谁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一只手 已经搭在了那马子脸的肩膀上 一股恐怖的力量 进入马子脸的身体之内 马子脸有一种感觉 自己只要稍微反抗一下 心脏就会碎裂 他那些同伴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刚要冲过去动手的时候 却被马子脸拦住了 公子 只是交易而已嘛 没必要这样 东西给您 一千几品零食 就一千 马子脸急忙到 呵呵 早这样不就行了嘛 又没让你吃亏 林霄接过了 对方手里包好的药草 放入了乾坤戒指中 而后笑了笑 转身离去 周围看热闹的人 都感觉有些无趣 本来以为会是一场凶悍的战斗 结果到头来 竟然什么事也没发生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83章 遭遇神魂进强者 作者 千里牧尘 大哥 怎么回事 那小子很强吗 等林霄离开之后 一个凶悍的男子 问马子脸道 马子脸没有回答 却是已经虚脱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 不用问也知道了 心头都是一阵后怕 若是方才真得动手 恐怕他们这些人 没有一个可以活的 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林霄不准备停留 他打算听蓝臣的 前往罗刹五国 虽然说黄金五国 看起来更适合他 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黄金神的血脉 其实去罗刹五国 也是一样的 看了一眼蓝臣留下的地图 林霄基本都记录到了脑海之中 然后出城而去 林霄决定的事情 岳芳华等人 自然没什么意见 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信任林霄 更因为林霄的判断 从来没有错过 这一次 自然也不例外 从黑沙城出来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但林霄心中的闲 却是紧绷着 只要没离开黄金五国 那就可能发生任何事情 双辅城或者蓝海城 恐怕不会对这一次的事情 善罢甘休的 暗神殿那边 可能也会有另外的行动 总之 尽快避开敌人的眼线 彻底消失在敌人的跟踪之下 那样或许才能取得片刻的安宁 前面那片茂密的丛林 或许很危险 但的确是摆脱眼线的关键 距离黑沙城已经很远了 林霄突然停下了脚步 出来吧 呵呵 被发现了呀 看起来 我的隐秘技巧 还是不够好啊 远处的密林入口处 出现了一个人 一个林霄熟悉的人 他就是叶寒 林霄倒是觉得很惊讶 叶寒之前选择了逃跑 现在却敢一个人出现在这里 还真是胆子够大啊 一般人或许会这么想吧 但林霄的想法却不同 他警惕地看向了四周 心中有了一丝明雾 原来 有人已经在这里 为他们布置了口袋阵了 就等着他们 往里面钻呢 他冷笑了一声 并未立即出手 而是看向了叶寒 不得不说 我很少会看好一个人 但你不同 你足够卑鄙 足够无耻 也足够有天赋 只是我不明白 我明明已经易容 你怎么能认出我的 不是认出 是你一直都没有 脱离我的视线 一直到你进入黑沙城 我都盯着 叶寒说道 明白了 林霄稍微松了口气 蓝城安全了 看起来 对方并未跟进黑沙城之中 大概是认为 林霄肯定会离开黑沙城吧 而且 要尽快离开危险的黄金五国 那么通往罗刹五国的路 就是捷径 不得不说 这叶寒很聪明 但也正因为如此 林霄给蓝城担要的事情 这叶寒并未看到 叶寒 咱们也别废话了 让你的帮手都出来吧 你应该明白 若你只身一人 今天别想活着离开 我是不会让你像上一次那样 轻易逃走的 林霄虽然察觉到了埋伏 但总感觉 那不是全部 有些高手 或许连他都未能察觉到 这才是最可怕的 若一对一 我叶寒又怎么会怕你 只是你身上有质宝 可以让你的同伴躲进去 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 你应该有四个同伴吧 而且 实力都还不弱 叶寒淡淡道 写您成主大人 您还不准备露面吗 靠我一人 可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他的同伴虽然看不到 但却一定存在 随着夜寒的声音 响起 天地之间 骤然浮现出一片血色 就连空间 也被血色染红 腥风血雨之中 走出了一个人 一个身背双斧 脸色阴沉 目光中透着 无比可怕杀气的男子 血宁 双斧成城主 血红衣的老子 出入神魂境的强者 看到此人 灵霄的脸色 一瞬间就变了 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居然现在就遇到了 神魂境强者 就算对方只是出入神魂境 可是境界不会变 他比任何神体境的强者 都要强大得多 杀 当血宁出现 正准备质问灵霄的时候 灵霄却做了一件 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情 他居然脚下一踩地面 杀向了血宁 杀向了这个 他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战胜的舞者 真是找死 血宁冷笑一声 虽然不明白灵霄的用意 但对方既然扑过来了 那他就没必要留守 不过 他儿子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还要问个清楚 所以 他准备活捉灵霄 血宁城主切勿上当 这小子鸡贼得很 小心他逃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叶寒说话了 叶寒虽然实力不如血宁 可是给灵霄的感觉 却是最麻烦的对手 竟然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企图 他攻击血宁 就是为了逃跑 血宁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明白 自己没有机会了 必须得寻找逃走的良机 一旦错过 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攻击的一瞬 他就已经将魔尊之体 与本体互换了 本体躲进了地面 准备趁机溜走 戏要演全套 就算叶寒看出来 他要逃走 可是却不知道 他准备怎么逃走 说起来 叶寒对他的了解 可并不多呀 哼 毫无悬念 血宁一拳 就将灵霄的魔尊之体打爆 不过灵霄本体 也趁此机会 逃出了上千米的距离 进入了密林之中 哼 竟耍一些把戏 有用吗 血宁也发现了灵霄的企图 冰冷的声音声音响起 也不见他用双斧 只是双手催动神缘 一片血红色的火焰 就已经阻断了灵霄逃走的路线 血火熊熊 竟然没有炽热的感觉 却透着无比血腥的味道 组成了墙壁一样的东西 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很显然 这火焰并非普通的火焰 燃血魔火 小精道 老大 这是好东西啊 虽然对于大多数武者来说 威力极为恐怖 一旦接触 那边会被腐蚀 甚至里那精神 都会受到影响 不过对我来说 却是大补 老大你看准机会 让我吞了这魔火 我的神缘提升等级 就不能浪费 金屋气血草了 那东西 可以在我突破到 神体进八重的时候再用 好主意 破虚之力 创造空间 灵霄本打算 破开这火焰逃走 毕竟它有鲜火和神火 只要包裹全身 这魔火也伤不到它 不过 既然这东西对小精有用 那它自然要另外想办法了 让小精直接吞噬这些魔火 恐怕不安全 但以破虚之力 将魔火囚禁到次元空间 再由小精吞噬 就简单多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84章 飞风又荣立功 作者 千里牧尘 创造虚空 无法将对方的燃血魔火 完全吸收 毕竟对手可是神魂竞强者啊 燃血魔火的释放量太大 顷刻间 就将灵霄困在了其中 仿佛要用刑一般 却不一下将灵霄烧死 神渊无敌阵图 灵霄开启了阵图 可以暂时抵挡火焰的侵袭 阵图不光有金刚不坏的功效 更有万法不清的功效 虽然面对强大的对手 这种能力会大幅度减弱 但还是能支撑一会儿的 哼 就你这小小阵图 也妄想抵挡 我的燃血魔火 当真可笑 血宁冷笑一声 双手翻转 更多的燃血魔火 喷射出来 天地之间一片血红 虽然树丛的法则极为坚固 可还是开始燃烧起来 许多草木 在逐渐枯萎 在血红色的火焰包裹之下 方圆一里地的范围 几乎都成为了末日的景象 大量的妖兽惨死 在燃血魔火之下 腐烂成了液体 能量融入到魔火之中 促使魔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远处的夜寒看到这一幕 脸色难看非常 很显然 血宁这攻击 完全就没在意他的安危 迫使他不得不朝着更远处躲去 老大 放我出去 小小然血魔火 还奈何不了我 小金道 虽然安心 在你的次元空间里 吸收火焰更安全 但我也不能只是看着呀 放心吧老大 任何火焰都敌不过我的金污之体 加上吞噬磨胎之力 灵霄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小金放了出来 同时继续加强 神云无敌阵图的效果 小金出现的那一瞬 就张开口猛吸起来 大量的燃血魔火 仿佛进入了无底洞一般 被小金吸入体内 逆神剑 你也来 灵霄察觉到 小金有些痛苦 显然对方的火焰 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 于是直接将逆神剑换了出来 疯狂吸收燃血魔火的能量 逆神滔天 也经历了从四欲九界 到永恒神域的变化 它不是神员等级变弱 而是修为直接下降到了 神体进五重 所以也需要晋升啊 大量的燃血魔火 不断被吸入 逆神滔天的修为 也在不断恢复 之前杀戮吸收了那么多人 逆神滔天的修为 已经恢复到了神体进六重 而这一次 有了突破到 神体进七重的迹象 这魔火 实在是大补啊 足足十多分钟之后 在两兄弟的努力之下 周围的燃血魔火 荡然无存 小金吃饱喝足 回到乾坤界中修炼 这一次 估计神员等级 可以达到十级了吧 而逆神滔天 更是成功恢复到 神体进七重巅峰实力 不得不说 血宁这是送给了灵霄一份大礼啊 什么鬼 看到这一幕 血宁完全愣住了 自己的燃血魔火 有多么强大 他心里头最为清楚 此时竟然被吸了得干净 这种事情 简直闻所未闻啊 就算在黄金五国 也没有任何一人 能够做到这样 就算能破解 他的燃血魔火 也不可能将其吸收之后 还安然无恙啊 血宁认定了 灵霄手中的兵刃 不是普通宝物 也认定了 小金是灵霄的宠兽 他决定把这些都夺回来 可是因为震惊 他的动作慢了片刻 这就为灵霄的逃跑 创造了条件 走 灵霄瞬间没入密林之中 要远走高飞 血宁这家伙 暂时不是他能够应付的 方才没死 只不过是对方 用了刚好被他克制的攻击手段而已 可血宁是神魂净强者啊 攻击手段必定很多 敢用别的 一样能将他杀死 想逃 灵霄啊灵霄 我可从未小瞧你 就在灵霄没入密林深处的时候 突然间 密林之中窜出了四个高手 将他的逃生之路完全封闭 而且这四个人 竟然全部都是半部神魂净强者 血宁这家伙 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报仇 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将双斧城里的顶尖高手 都调来了不少 面对神魂净强者灵霄 没有任何办法 但面对半部神魂净武者 灵霄却还有应对的手段的 小黑一直在养尊处优 现在也是该用到的时候了 虽然这小家伙成长到现在 一次战斗 也最多能维持一分钟时间 不过对付四个半部神魂净强者 绰绰有余了 毕竟 半部神魂净 从本质来讲 还在神体净范畴之内 根本没法与神魂净强者抗衡的 灵霄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逃跑机会 又怎么会轻易让出来 小黑 动手 灵霄继续保持逃跑的姿态 忽然间 乾坤界中飞出一个小黑龙 张口一盆 黑色的龙溪释放出去 仅仅一瞬间 那拦住的四名强者 就被秒杀了 乾坤兽捡了对方的储物界和兵器 又回到了灵霄的身上 灵霄始终就没有降低速度 该死 追魂斧 给我杀 血宁见到这种情况 简直心疼不已 死的可是四个半部神魂净强者啊 他双斧城的顶尖站立 折损之后 他双斧城跟蓝海城 就更没法比了 暴怒之下 他抓起身后一把斧头扔了出去 这可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四道神龙纹帝王器 也只有神魂净强者才被使用 追魂斧劈开虚空 直接砍向了灵霄的脑袋 要将灵霄当场击杀 抚神领域 传闻 每一尊神明都有自己的领域 在自己的领域之中 都可以发挥出特殊的能力 而神武魂则继承了这种领域能力 这与灵霄曾经见过的领域相似 但威力上简直相差太大 以前见到的恐怕只能算一滴水 而现在见到的领域 这相当于整片海洋 或许是雪宁觉得 追魂斧还不能确认挡下灵霄 因此 他要动用特殊的手段困住灵霄 随着他一声怒吼 背后斧神浮现 那斧神竟然头戴王冠 将手中双斧砍向地面 血红色的力量同时渗透进了地面和天空之中 形成了一片浓郁的血色领域 要将灵霄困死在这里 只要灵霄逃不了 血宁就有一千一万种方法将其诛杀 小黑 灵霄现在也只能暂时依靠小黑了 遇到神魂境的强者 他也不想 但没有办法 幸好小黑才刚出来不久 距离战斗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小黑听到灵霄的声音 直接挥舞力爪 龙爪撕裂虚空 与那追魂斧撞击在了一起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85章 遮天血手印 作者 千里牧尘 小黑虽然实力与血宁相当 但毕竟没有宝物 这一撞 竟然是吃了些亏 看得灵霄一阵心疼 他可是答应过 要照顾这小家伙的 不过虽然吃亏 但那追魂斧 距离血宁太远 也终究是力有不歹 坠落下去 乾坤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东西 直接就吞进了肚子里 看到这一幕 血宁真得是好气啊 这灵霄 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仅有黑风又龙 这么强大的战虫 竟然还有乾坤兽这种质宝 害他攻击不成 反而把一把斧头丢了 那可是四道 神龙闻帝王气啊 是他双斧城最好的法宝 太可惜了 再会了 灵霄不愿恋战 收起了小黑 加快速度彻底消失 而此时 雪宁的抚神领域尚未完全撑开 这就是灵霄为什么要速战速决的原因 一旦给对方将抚神领域撑开 那他就没有机会了 完全没有 该死啊 看到灵霄消失 雪宁的脸色 变得无比铁青难看 他真是没料到 自己堂堂神魂进强者追杀灵霄 居然也会失手 这小子 真的是太难缠了 不过 你小子跑不掉的 就算你逃到罗刹五国 老子也要追到你 敢杀我儿子 敢夺走我的法宝 我不杀你 怎么可能 雪宁此时是完全怒了 甚至不考虑双辅成的现状 决意追杀灵霄 化身一道血色的光芒 朝着前方疯狂追去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也绝不放弃 没想到 一个神魂进强者 四个半部神魂进强者布置的埋伏 竟然还让他逃了 那小黑龙到底是什么 为何那般强大 看起来 暂时不能乱追了 搞不好连小命都没了 叶寒并未追击 而是眼中闪过一抹狠辣之色 朝着双辅成而去 虽然没能斩杀灵霄 他却得到了双辅成的信任 可以暂时安顿下来 以他的天赋和智慧 很快就能把双辅成的资源 一扫而光了 就算雪宁回来 也已经晚了 不如跟蓝海城合作吧 叶寒冷冷一笑 打定了主意 这雪宁太强悍了 根本甩不掉 我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世尊 你见识多广 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逃跑 还能做什么 灵霄一边在密林之中穿行 一边问道 因为 他已经感受到血宁的气息了 虽然对方现在还没有找到他 可是以神魂进强者的能力 这似乎完全不是问题 这是一片蛮荒丛林 树木极为高大和密集 树藤到处都是 冷霉的能力在这里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果 这才让灵霄不至于迷路 不至于被追上 然而一直逃跑 真得不是灵霄想要的 如果不在这里将它血宁解决掉 他摆脱锁定的目标就无法达成 灵霄并未在天空飞行 虽然他现在已经恢复了那种能力 但那样很容易被雪宁发现的 所以 他这会儿是利用冷霉的能力在灵中穿梭 气息与周围的树木完全融为一体 就仿佛本来便属于这蛮荒丛林的一份子似的 灵霄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以他们几个如今的实力 想要击杀血宁 唯一的机会就是小黑 不过 小黑今天已经战斗过了 想要战斗 还得等到明天 今天的时间里 灵霄打算继续隐藏 尽量不让对手找到 或许可以将万兽炼血阵 与小黑的能力搭配起来 一举击杀血宁 为师可以亲自帮你布阵 虽然这得消耗不少的魂力 但到了罗刹五国 应该可以购买到提升魂力的宝物 元尊回答了灵霄的问题 也就是说 有可行性 灵霄兴奋地问道 没错 是有可行性的 而且应该有七成把握 这蛮荒丛林始终的蛇虫鼠蚁 都很强大 它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再加上小黑 绝对能重伤血宁 了结它的事情 就得交给你了 元尊道 好 就这么办 师则您放心 到了罗刹五国 我立即帮您寻找 修复神魂的宝物 元尊想要保持灵魂状态不死 就必须得有这种宝物 来提升魂力 消耗魂力 跟消耗生命差不多 所以 这一次 它真得打算拼命了 毕竟 如果灵霄死了 它未来的计划 也就全盘落空了 拟定了计划之后 灵霄继续前行 一边等待明天的到来 一边寻找适合布置万兽 炼蟹阵的地方 这丛林之中 还真是有许多 稀奇古怪的 妖兽妖虫 而且各个实力 都是不俗 若非冷媒的存在 恐怕灵霄 是很难通过 这片丛林的 后面的谢宁 就比较倒霉了 不断遭遇妖兽的袭击 灵霄不由暗笑 或许自己 真得是多虑了 照这个节奏 等到明天 雪宁这家伙 肯定很累了 那个时候 击杀谢宁 机会更大 滚开 天空之中 雪宁一拳 轰飞一头凶猛的妖情 但是脸色 却有些难看 虽然还这些妖兽 都不是它的对手 可是一直这么打下去 它得消耗多少神愿啊 问题是 它明明已经感受到了 灵霄的气息 但却始终发现不了 看起来 不能这么下去了 必须得尽快找出那家伙 时间一长 我会有麻烦的 雪宁念头一动 突然一掌轰下 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大手 方圆百米的范围内 所有的树木和山石 都被寝刻间灭为积粪 灵霄看向身后 不由胆战心惊 它才刚刚离开那片地方啊 还记得 有一头实力达到神体进九重的妖兽 栖栖在那里 可是在这一掌之下 竟然灰飞烟灭了 就连地面也变成了血红色 不断被侵蚀腐烂 这诡异的武技 简直可怕至极 眼前的一切 仿佛都要被它毁掉 灵霄皱了皱眉 行进的过程也更加小心 不再是直线前进 而是不断改变方向 让对方的攻击 无法捕捉到它 竟然是遮天血手印 遮天大手印的升级版 原尊道 与遮天魔手 或者遮天大手印不同 遮天血手印的威力 要强悍得多 当然 修炼这种魔攻 也是非常不易 必须配合三道 神龙文帝王器以上的法宝 否则用一次 手都要废了 血宁除了那一对板斧之外 应该还有一个手套之类的法宝 绝对在三道神龙文帝王器以上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86章 血腐图神秘法 作者 千里牧尘 真想杀了这家伙 将这功法和法宝都弄到手啊 灵霄看了一眼天空中的血宁 咬了咬牙 小黑暂时还不能战斗 所以还得忍着 此时天空之中的血宁是 越来越暴躁 越来越不耐烦 当真可恶 这家伙究竟修炼了什么秘法 竟然可以与这片丛林的气息完美融合 若非我有特殊的法门 只怕连一丝气息也捕捉不到 可惜 这气息依然是太模糊 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位置 只能判断个大概 血宁怎么也不明白 自己都办不到的事情 凭什么这个神体 进五重修为的废物却可以 这也太不科学了 虽然如此 但血宁还是不愿意放弃 他的双眼 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 这是他的一种铜树 可以看到敌人的神渊波动 若非这东西 恐怕他早就已经将灵霄根丢了 每一次捕捉到那一抹气息之时 血宁就会凝聚遮天血手印 悍然轰下 血色的手印巨大无比 威力也是 强悍非常 下方的树木和石块 全都被这遮天血手印毁掉 可偏偏就是无法灭掉那灵霄 恐怕要真想弄死灵霄 说不得要将这整片蛮荒丛林 整个摧毁 可惜 他还没那个能力 而且 这密林之中必然有实力不弱于他 甚至比他更强的妖兽存在 除非他不要命了 敢招惹那些怪物 不行 必须得在这家伙 进入密林深处之前 将其灭掉 否则的话找到了深处 就难办了 血宁的眉头 皱得更紧了 主人 我发现了一座遗迹 冷眉突然说道 又是遗迹 这永恒神域 还不愧是永恒神域啊 他才刚刚踏入永恒神域没多长时间 已经第二次发现遗迹了 上一次是巨龙之城 这一次会是什么 什么样的遗迹 灵霄问道 说不清楚 看起来像是荒废了的神殿 昔日某个神明的供奉之地 似乎神秘程度不如那巨龙之城 但对我们来说 或许更好 巨龙之城的东西太强悍了 以我们的实力 根本无法碰触 冷眉解释道 灵霄点了点头 此时 他通过冷眉的能力 以古树做眼睛 竟然可以看到神殿遗迹的情况 这神殿 显然经历了许多年的历史了 墙壁之上 斑驳陆离地爬着青苔 还有许多爬山虎之类的藤蔓植物 仿佛一座神秘的植物园 甚至有妖兽在其中打盹 烈石 冷眉 有办法找寻一下 其中有什么宝物吗 灵霄觉得 冷眉这个能力 在树林之中实在好用 不禁问道 我试试 冷眉点了点头 灵霄便不再打搅他 正要继续赶路 忽然间感觉到一股极为危险的气息浮现 他猛然看向天空 血宁这家伙要干什么 此时的血宁 终于决定倾尽手段留下灵霄了 甚至不惜毁掉方圆数十里范围内的丛林 也不能让灵霄逃到密林深处 那密林深处不是他能放肆的地方 他要杀灵霄 唯有现在 所以 他就算在这里招惹妖兽 也要动手 只见他取出背后剩下的一把追魂符 追魂符上凝聚璀璨的红光 下一刻 追魂符猛然劈砍下去 而同一时间 血宁竟然脸色苍白 甚至吐出了一口血 这一招 范围极大 威力也是很强 可代价就是 会让他的实力暂时下降 消耗神源也是极大 不到万不得已 他实在不愿意这样 可此时 却是必须动用了 随着追魂符砍出 一阵血腥的台风 以血宁为中心 笼罩了方圆树石里的丛林 哄 哄哄 呜呜 狂风肆虐 不断有树木倾倒在地 化为积粉 血色的台风 可不仅仅是有着非常强大的破坏性 而且 腐蚀性也是极强 一时间 方圆树石里都变成了人间末日 完全成为了台风肆虐的事件 范围太大 灵霄必无可避 也被笼罩在其中 他拼命催动神源无敌阵途 来抵抗这可怕的狂风 虽然没有被杀 不过却已经完全暴露了身形 此时距离第二天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可以说 情况非常危急 好可怕的武技 怎么会这么强悍 虽然分散之后 攻击力变弱了 但这范围也太大了一些吧 简直就让人 没有逃跑的余地 灵霄一边惊恐地感受着 神魂镜强者的可怕 一边不要钱地 将之前那些 抢来的防御型法宝 扔了出去 光是神源无敌阵途 还抵挡不住 对方的攻击 但这些法宝 可都是货真价实的一道 神龙文帝王器 反正都是抢来的 也不嫌心疼 只要人不死 就没事了 徒儿 为时感觉到 此人施展这种武技之后 明显神源消耗巨大 实力都大幅度下降 目前只有半部神魂镜的程度了 这家伙真是胆大 明知道你有小黑 竟然还敢赌 真是个疯子 元尊道 听到元尊这番话 灵霄法而露出了一抹笑意 半部神魂镜 虽然同样强大 但比起真正的神魂镜 就没那么可怕了 他们几个伙伴加起来 或许无法战胜 但拖延一个小时 或许还是可行的 狂风散尽之时 雪宁已经释放了辅神领域 照住了灵霄的退路 此时的灵霄 仿佛问中之鳖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逃 小子 我看你这一次 还有什么手段可以逃走 雪宁的脸色有些惨白 显然是消耗过度的原因 不过即便消耗过度 在雪宁看来 击杀灵霄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逃吗 我不打算逃了 灵霄站住了身形 看向雪宁冷笑道 你如此追杀我 难道不知道兔子急了 还咬人吗 究竟是你杀我 还是我杀你 待会儿便可见分晓了 既然已经逃脱不了 灵霄索性不逃了 反正迟早会有一战 只要自己拖足一个小时 那就是雪宁的死期 你也就剩下灵芽历齿了 把你的那些同伴都叫出来吧 反正他们联手 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你杀我 这个仇 必须得报 雪宁那对血红色的眼睛 透出凶狠的杀意 不过并没有立即动手 看起来方才连续施展两种超级武器 导致了他一时间 缓不过进来 必须得休息一下 这让灵霄也得以喘息 有了时间去思考 怎么应对目前的情况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87章 玉魂丹 作者 千里牧尘 你儿子血红衣的死 那是旧游自取 他非要来追杀我 难道让我站着被他杀吗 真是笑话 本觉得你可怜 不愿意杀你 但你竟然也是纠缠不休 既然如此 你们父子两个都去死吧 灵霄一边说话 一边却是在寻找机会 同时暗中让原尊布置万兽炼血阵 如果没有万兽炼血阵 他肯定撑不住 血宁方才一击杀死了太多的妖兽 这些妖兽的怨气凝聚在一起 使得万兽炼血阵 可以发挥出想象不到的恐怖威力 这或许也是血宁的一个失误吧 不过作为血宁 似乎也没得血 不那样做 灵霄肯定会逃到密林深处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更没有机会复仇了 你可知这是什么 灵霄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拖延时间 因此 他要想尽一切办法 他取出了一株药草 是之前巨龙之城的时候 从那些尸体的储物界里捡来的 玉魂花 而且是千年的玉魂花 血宁吃了一惊 这玉魂花 可是对神魂镜舞者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而用玉魂花炼制的玉魂丹 对神魂镜舞者的吸引力 更是大上百倍 一株玉魂花 可以帮助一个神魂镜舞者 至少晋升一层的修为 比如说 血宁是神魂镜一重前妻 也就是所谓的 出入神魂镜 直接服用玉魂花 那么修为 可以晋升到神魂镜中期 听起来小小的突破 对某些人来说 却可能是数百年 才能换来的提升 价值有多大 可想而知 而玉魂丹的效果就更惊人了 一般完美程度 达到八成左右的玉魂丹 就可以让舞者 直接晋升一个境界 也就是说 从神魂镜一重前妻 晋升到神魂镜二重前妻 这价值更为恐怖 如果是完美程度的玉魂丹 提升到神魂镜二重后期 都未必是问题 血宁停留在 出入神魂镜的修为上 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了 她每一天都在疯狂地 想要晋升 那种渴望 绝对比儿子的仇更加重要 儿子没了 还可以再生 毕竟她女人不少 可错过了玉魂花 可能就是错过了一场机缘 这玉魂花 可是极为罕见的药草啊 把它给我 血宁大声道 就仿佛是饥饿的豺狼 看到了鲜美的肥肉一般 你是想要玉魂花泥 还是想要玉魂丹 灵霄笑着问道 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她就不信血宁 能受得了这种利益的吸引 什么意思 你还有玉魂丹 血宁感觉自己 简直太幸运了 本来以为 只要给儿子报仇就行了 谁知道 竟然意外发现了 这么大的好事 暂时没有 不过 我可以炼制 你可以选择 现在杀了我 拿走玉魂花 不过跟玉魂丹 就失之交臂了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玉魂丹 得到之后 我只希望 你可以放我一条生路 我杀你儿子 也是逼不得已 灵霄淡淡道 你能炼制玉魂丹 怎么可能 你才多大一点 那玉魂丹的炼制极其困难 就算是整个人族神国 也没有几个能炼制的 你居然可以 想要拖延时间吗 血宁根本不信 信不信是你的事情 选择权在你 灵霄知道 自己此时说话越多 越没用 血宁这个老狐狸 虽然没有叶寒那么聪明 但也不是个蠢人 自然能从她的话里 发现破绽 既然如此 干脆不说废话 需要多长时间 血宁眼神闪烁 终究还是抵御不了 对玉魂丹的渴望 最多三个小时 灵霄淡淡道 三个小时 血宁愣了一下 她以为自己最起码 要等几十天呢 竟然就区区三个小时 这小子 果然是在拖延时间 据说圣城那些 厉害的炼丹师 炼制玉魂丹 也要七七四十九天 三个小时能干什么 玩吗 爷爷可没时间陪你玩 血宁准备动手了 然而 灵霄却依然挂着 淡然的笑意 直接开始炼丹了 从药材淬炼开始 那每一个步骤 血宁都见过 看到之后 忽然开始怀疑 自己的判断了 灵霄这种炼丹方法 她虽然从未见过 但是每一个步骤 都是一丝不苟 行云流水一般 比她见过的许多大师 还要出色 我恢复实力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正好看看 这小子要干什么 血宁最终没有动手 而是坐在了那里 吞下一枚丹药 开始恢复起来 灵霄淡淡笑了笑 单纯的谎言 很难让对方相信 但若是有真本事 就不怕对方不信了 这玉魂丹 灵霄自然是不可能 给血宁的 这么重要的东西 虽然她暂时用不上 但以后肯定用得上 要是把玉魂丹给了对方 让对方修为 大幅度提升 那小黑就算 恢复了战斗力 也没用了 根本不是血宁的对手 说需要三个小时 其实只需要半个小时 就可以炼制完成 她不过是要让血宁错 估她的目的而已 一个小时之后 灵霄停止了炼丹 将手一挥 一枚玉魂丹 出现在了 她早就准备好的玉瓶之内 一般炼丹师 用一株玉魂花 只能炼制出一枚玉魂丹 而且 丹药品质最多 也就是九成完美 可灵霄不同 灵霄用一株玉魂花 就炼制出了三枚玉魂丹 而且完全是十成完美的玉魂丹 只不过她用了障眼法 将两枚玉魂丹收了起来 只将一枚放入那玉瓶之内 不是说三个小时才能炼制完成吗 怎么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血宁睁开了眼睛 她此时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九成十例 重新达到了神魂镜状态 毕竟用了丹药嘛 一个小时炼制成功 你还不满意吗 灵霄淡淡道 拿来 若让我发现 你有任何欺瞒 或者哄骗 我当场就杀了你 血宁看着那玉瓶之中的玉魂丹 眼中透出了着急 只不过这家伙 还是很能装的 尽量让自己 显得很平静 可惜眼神完全出卖了她 本来血宁还担心 灵霄会耍什么诡计 所以很是提防 可是灵霄什么都没有做 就那么乖乖地将玉魂丹交给了她 这倒是把血宁搞糊涂了 她觉得其中有诈 所以 小心翼翼地打开玉瓶 嗅了嗅气味 没有错 这个气味 她已经嗅到过 只可惜那个时候 只能嗅嗅而已 根本没资格拥有 而且 外形与玉魂丹 也没有任何区别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5088章 坑死血宁 作者 千里牧尘 不错 这真得是玉魂丹 你小子没有骗我 血宁到底是神魂境强者 灵魂力可是很强的 她虽然没吃过玉魂丹 但是真正的玉魂丹 还是见过的 她有八成的把握断定 手中这枚玉魂丹 是真的 而且 是完美度非常高的玉魂丹 没想到 你小子倒还有些本事嘛 只不过是否放你一走 还得我找人检验过 这玉魂丹之后 再说 现在 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 否则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血宁冷冷一笑 小子 跟我玩脑子 你还太嫩了一点 是吗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这天底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 当你平白接受别人东西的时候 就应该想想后果了 蠢货 灵霄淡淡笑了笑 念头一动 血宁手中的玉魂丹 竟然炸了 在玉魂丹炸裂的一瞬间 血宁才意识到 这个臭小子 从头到尾都没打算求饶 也没打算逃跑 而是打算弄死他 这根本就是个阴谋 为了让这个阴谋 变得更真实 甚至甘愿用真正的玉魂丹 作为引爆装置 这可真得是太阴险 太歹毒 太卑鄙无耻了 就算是他血宁号称心狠手辣 也没有这么很多 他怎么能料到 对方宁愿舍弃玉魂丹这样的至宝 也要弄死他 这一刻 血宁唯一的想法就是逃 可惜身体 已经跟不上思维的速度了 幸好他是神魂敬强者 可以神魂出窍 虽然在外面的时间维持不了多久 但只要能逃走 保住神魂 那就能不死 哄 恐怖的轰鸣声 在一瞬间炸裂 就算血宁是神魂敬强者 身体强悍无比 可依然挡不住灵霄有心算无心 这枚玉魂丹本就蕴含极强的能量 将其引爆之后 巨大的威力足以轰杀神魂敬异虫的武者 血宁不过是神魂敬异虫前期修为而已 如何能够抵挡 周围的树木 在一瞬间就被完全炸得粉碎 岩石也被炸成了积粉 恐怖的力量让狂风炸起 一片混乱 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起来 处在爆破力量核心的血宁 身体已经被完全炸得粉碎了 威力竟然这么大 原本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没想到竟然这么恐怖 灵霄都被这巨大的威力给吓住了 他原来这么做 是为了让小黑赢得更轻松一些 可现在看起来 玉魂丹的威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啊 可恶啊 灵霄你给我记住了 我血宁与你不共戴天 恐怖的爆破之后 远处传来了一声嘶吼 竟然是血宁的神魂逃脱了 神魂敬强者 比神体敬强者可怕之处 就在于此 他们关键时候 是可以神魂离体的 而且 神魂修炼强大之后 甚至能够离体战斗 而且威力凶悍无比 世尊 不能让他跑了 他的一身修为 都集中在了神魂之中 杀了他 我得得到好处 灵霄对元尊说道 此时要追赶那血宁的神魂 必须得是元尊出马 同样是魂体 元尊要强大很多 可不是血宁那种虚幻的神魂 能够相比的 说实话 对于神魂禁强者的强悍 灵霄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原本他以为那种威力的爆破 对方必死无疑 毕竟当时玉魂丹 被血宁握在手中 等于是承受了全部玉魂丹的爆破威力 这都不死 可见神魂禁强者的生命 有多么顽强了 不过血宁没死 但也只剩下神魂逃窜而已 对灵霄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击杀对方的绝佳机会 他来到永恒神域之后 还从未击杀过神魂禁强者呢 这一次虽然说只是利用了对方的贪婪和轻敌取胜 并不是靠真正的实力 那也要确定杀死才行 否则得罪一个神魂禁强者 总不是好事 原尊在那一刻已经出手 一道金光自灵霄眉心射出 瞬间化作人形 一把抓住了血宁的神魂 将那神魂强行拽了回来 灵霄 你这个魔头 论阴狠 毒辣 奸华 这世上的恶魔都不如你 可恨啊 没想到我血宁堂堂双辅成城主 神魂禁强者 竟然会栽在你这个家伙手里 我好恨 不过 你没有好下场的 圣诚不会放过你的 神魂被捉住 血宁完全没有了逃跑的机会 只能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咆哮 哼 我的结果如何 只可惜 你永远看不到了 你本来不用死的 却非要杀我 这就是下场 灵霄冷笑一声 逆神剑刺入到血宁的神魂之中 开始汲取大量的能量 这些能量 灵霄并未吸收 而是暂时储存在了逆神剑之中 这地方刚经历一场大战 谁知道会不会有武者经过 或者妖兽经过 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再将这些能量 尽数吸收吧 冷眉 指引我前往那神殿遗界 灵霄招呼了一声 便迅速离开 大哥 你也太凶残了吧 居然杀死了一个神魂禁强者 我的天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 你凭一个人就把他给灭了 连小黑的能力都没用 龙尘震惊的目瞪口呆 虽然灵霄做过的疯狂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两件了 但是单杀神魂禁强者 这绝对还是第一次 岳方华也道 感觉就像做梦一些 你和他的实力差距那么大 按照常理 是绝对不可能取胜的 但现在的结果 却是他死了 你活着 这大概就是主人的厉害之处吧 不光是实力 最厉害的 还是他的智慧 冷眉道 众人纷纷点头 今天这一战 血宁完全就是 中了灵霄的诡计 才会乖乖受死的 别说灵霄本身实力不弱 就算是个普通人 光凭着脑子 只怕很多舞者 都要被他给玩死 这真得太可怕了 这一次的战斗 与实力无关 完全是智商上的碾压 从头到尾 灵霄都掌控着一切 才铸就了不可能的胜利 你们也别夸我了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灵霄苦笑道 我只是想要活下去 为了这个目标 我可以想尽办法 不过老大 万一计划失败 就惨了吧 小金担忧道 不 从雪宁对上 萧的那一刻 他就注定了失败 这个计划 萧可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如果第一条路走不通 他还有第二 第三条路 以雪宁的脑子 是不可能想到那么多的 岳芳华摇着头说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89章 月之神殿 作者 千里牧尘 岳芳华摇了摇头道 假如对方不接纳御魂丹 萧可以退而求其次 让小黑出战 雪宁还是逃不过一死 只不过 萧为了保险起见 才用了更稳妥的方式 退一万步说 假如雪宁不被御魂丹吸引 以我们的实力 拖个一小时 还是没问题的 到时候 依然可以靠小黑解决问题 不过 那样的可能性 几乎不存在 没有任何神魂境强者 可以在御魂丹面前 保持一个平常心的 还是运气好吧 林霜谦谦虚地说道 若非之前得到了御魂花 这个计划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主人又谦虚了 即使没有御魂花 您还会拿出别的药草来蛊惑他 不是吗 冷眉笑道 林霜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看来跟在自己身边的人 就是对自己更加了解 自己脑子里想什么坏主意 他们都清楚 说话间 林霜已经到了神殿遗迹 原来这神殿的名字 叫月之神殿 芳华 这是你的机缘 神殿遗迹深处 刻画着一个 骑成白虎的女子 女子宛若天上的月光一样灿烂 手持明月神功 与月芳华 当真是太配了 林霜说着话 将月芳华放了出来 任由其寻找机缘 小金 龙尘和冷眉 负责保护 林霜自己 则开始清点战利品了 虽然灭了血宁 但是林霜很清楚 自己的实力 在永恒神域之中 还是太差了 仅仅才踏足人族神伯的边缘 就已经遭到了这么多麻烦 所以 必须得更快地提升实力 实力包括 修为 法宝 功法 武技等等 修为方面 他与血宁一战 一举晋升到 神体进五重中期修为 虽然不多 但好歹是让停滞了很久的修为 再度开始提升了 法宝方面就太炫目了 一道神龙纹 帝王气最多 两道神龙纹帝王气 比较欠缺 倒是从血宁那里 得到了一对四道神龙纹帝王气 追魂斧 追魂斧 他们几个都用不上 林霄打算留着给逆神剑去喂食 想要逆神剑尽快成长起来 就不能吝啬这方面的东西 除了追魂斧之外 林霄还从血宁那里 得到了一件三道神龙纹帝王气 遮天血手 这件法宝 用来增幅遮天血手印 极为适合 当然 用来增强别的徒手战斗类武技 也很合适 就是一个手套的样子 不知道什么材质 反正极为坚韧 三道神龙纹帝王气 自然不会是反品 正好林霄的永生之手 已经有点过时了 一道神龙纹帝王气 现在还能用 但是对敌人 已经没有了优势 他本身修为不强 法宝必须要好 不过以现在的修为 真得无法催动 三道神龙纹帝王气啊 想到这里 林霄布下五魂结界 开始汲取血宁神魂的能量 足足耗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逆神套贴的实力 直接飙升到了 神体境八重巅峰 林霄的修为 从神体境五重中期 直接晋升到 神体境五重巅峰 天魔玄武体 更是被淬炼提升 达到了三道神龙纹的程度 防御力惊人 就这谢宁的力量 大部分还没有消化呢 神魂境强者 就是彪悍 修为提升到 神体境五重巅峰之后 他也可以使用 三道神龙纹帝王气了 这是个好事 也就是说 赤血魔剑与遮天血手 都可以用了 逆神剑 也可以继续晋升了 想到这里 他便拿出来 让逆神剑去吞噬这段时间 搜集的法宝 直到将那追魂斧 也给吃了之后 逆神剑 终于显出了第三道神龙纹 这战斗力 绝对是飙升啊 在灵霄修炼完毕的时候 岳芳华那边 也得到了巨大的收获 岳芳华 不仅得到月之神的传承 计划了月女之力 神缘等级 总算提升到十级 而且 修为也突破到了 神体境八重前期 更是得到了 那月之神的明月神功 这是一把可以凝聚神缘 射出锐利剑矢的法宝 同样是可成长的 只不过与逆神剑不同 明月神功想要成长 必须得利用月亮石 进行孕养 这把神功现在 可是三道神龙纹帝王器 以后能成长到什么程度 谁也不知道 不过辛苦了这么多日子 五个同伴 终于都完成了神愿的升级 从现在开始 才是真正旅途 终于不用因为 法则之力的关系 而窝囊的避战了 出发吧 从罗刹五国开始 咱们几个 要在这永恒神域 掀起一片风浪 灵霄不愿在密林之中久留 既然已经得到了 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也将尾巴铲除了 那么接下来的 就是前进了 路上 灵霄抓紧时间 修炼了从血凝神魂之中 得到的遮天血手印 这是一门顶尖的圣级武学 与圣须魔影 黑脸宝光一样 都是最顶级的 虽然暂时灵霄还无法发挥出 他们的真正威力 但只要能修炼 在武技上 就比别人更强一些 考虑到他到了罗刹五国 不能轻易动用以前的能力 比如莲华精 他最好还是学习一些新的武技比较好 这样不容易被盯上 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天 一路上 灵霄与许多妖兽战斗过 将遮天血手印 终于磨练到了小城火后 更是将修为完全巩固住了 小金得到了金屋器械丹的帮助 成功晋升 达到了神体进八重前期修为 战斗力暴涨 可以说 他们这支队伍的战斗力 产生了质的飞跃 这一天 他们已经靠近了罗刹五国的边境 突然间 密林之中传来一阵奇异的响动 冷眉以林木之眼窥视 告诉灵霄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群高手 这些人的修为最差的也是神体近七重 简直强悍无比 灵霄为了避免麻烦 直接进入迎武者形态 随着他修为的增加 和对永恒神域法则之力的适应 迎武者形态的安全性也提升了不少 再加上冷眉的帮忙 最起码在密林之中 别人想要发现 他可没那么容易 神体近七重修为武者三十个 神体近八重修为武者十个 好家伙 这真的是强悍啊 本以为修为提升了 战斗力变强了 就可以轻松一点了 没想到还没抵达罗刹五国 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些强者 灵霄竟然发现自己有些兴奋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五千零九十章 圣文宗 圣文术 作者 千里牧尘 很显然 那十个神体近八重强者 应该是领头之人 其余三十个人 都听他们的 十人之中 一人怀抱常见 冷面如霜 戴着一顶斗笠 眼中透出冰冷的沙意 一看就不要惹 第二人断了一条胳膊 白发披肩 长相颇为帅气 第三人是个女子 蒙着面纱 不知道长相如何 但那气质 却透着一股妖魅 眉眼含笑 好像能够 将人的活儿勾走一般 这三个人是单独的 另外 还有四人明显是一起来的 他们身穿同样的血色铠甲 全部手持血色弯刀 体型都很粗犷 再有三个人 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三口 男女长相都很普通 都是不说话 唯有那看起来 不过七八岁的女儿 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这十个人 实力都是极为不俗 最起码单对善灵霄 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问题是 灵霄有帮手啊 所以倒也并不畏惧这些人 他只是觉得奇怪 这帮人来这密林做什么 正想着 那边几个人开始对话了 从他们的对话之中 灵霄听出了一些端倪 原来这帮人 是发现古代遗迹了 听到遗迹 灵霄这心 就扑通扑通 直跳 要知道 不管是巨龙之城 还是月之神殿 都给了他们极大的好处 若是再有遗迹 他可是绝对不愿意错过的 另外 灵霄也知道了这些人的身份 他们号称四十二大盗 来的这四十个人 是其中的绝大多数 另外 还有两人 是四十二大盗的两位首领 这一次 有别的事情没来 那三十个神体 近七重的舞者灵霄 不感兴趣 对他来说 都已经是楼楼级别的了 倒是这十个人 灵霄相当感兴趣 头戴斗笠 怀抱常见的男子 被称为剑奴 也是这些人之中 最强大的一个 修为达到神体 近八重巅峰 距离突破神体 近九重 已经不远 或许遇到一个契机 就可能突破吧 断壁之人 修为与剑奴相当 只是毕竟断了一壁 战斗力上稍弱一些 被称为白发魔 妖魅女 被称为勾魂魔 这倒也贴切 修为神体 近八重后期 四个 身穿血色铠甲 手持血色弯刀的 则是四血魔 其中三个修为神体 近八重前期 有一个修为 达到了神体 近八重中期 那一家三口 其实只有一人 就是那小孩 男的和女的 竟然是他的傀儡 小女孩 被称为假面娃娃 一听就不好惹 而且 这小女孩的修为 也达到了 神体近八重后期 那两具傀儡的战斗力 绝对不弱于 神体近八重前期 灵霄的记忆力 实在是有些过于好了 虽然他其实 对这些人并不感兴趣 可还是记住了 他们的称号 根据资料 那遗迹应该就在这地方 只不过好像 被人失了障眼法 无法看到 假面娃娃冷笑道 区区障眼法而已 你们都闪开 看我的 那小女孩看起来小 其实年龄 已经有上百岁了 而且竟然还懂得 破解阵法 虽然技巧 比起灵霄来说 都差很多 更不要说 跟原尊相比 此时 他取出了一样东西 鼓到了半天 骤然间 一片迷雾消失 在迷雾深处 出现了一个 古老的传送门 只是不知道 去往何处 从传送门上的皱纹 和那古老的气息 来分析 定然是一个 古老的地方 找到了 假面娃娃 你果然厉害 这一次要是得到宝物 你算投工 勾魂魔孝道 过奖了 还是抓紧时间进去吧 只要穿过这道传送门 应该就可以抵达圣文宗了 假面娃娃兴奋地笑道 想当年 圣文宗何等威风 几乎相当于 一座圣城的实力 只可惜 后来被古族所灭 不然的话 圣文宗就是第十三座圣城 就算数十个五国加起来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若我们能得到其中传承 必然可以飞黄腾达呀 对 我们四十二大道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勾魂魔也兴奋地说道 灵霄听到他们的话 是十分震惊的 居然要劳防古族 才能将圣文宗歼灭 可见 圣文宗的力量 已经威胁到了古族 甚至比十二圣城更加可怕 他对这圣文宗 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灵霄能看出来 这四十个大道眼中 都透着贪婪 对他们来说 这可是一场 能改变命运的发现啊 剑奴和白发魔 这种级别的强者 可能想的是 如何取而代之 统领四十二大道 而那些神体 近七重修为的舞者 则想的是 如何能取代 这十个高手的位置 虽说是 属于一个势力 但他们之间 真得缺乏信任 毕竟都是穷凶极恶的人 聚集在一起组成的组织 谈不上团结 只是在强者的高压之下 选择了暂时的合作 不过 这里面能留下什么呢 白发魔咒没道 传闻古族灭了圣文宗之后 就将圣文宗的道筒收走了 传承也被毁掉 搞不好 圣文宗只剩下一座废墟 什么都没有了 这倒也是 古族离开之后 也有很多舞者 进入圣文宗 掘第三尺 甚至连死人的尸体 都不放过 仿佛蝗虫过境一般 能留下什么 所以 咱们还是不要有太大的期待了 剑奴也道 否则期待越大 失望就越大 我倒是不那么认为 假面娃娃笑道 圣文宗被灭 当年圣文宗的宗主 可是真正的人节 我不信他没有留下 真正的好东西 比如传闻中的圣文术 古族带走了道筒 带走了所有的宝物 但圣文术 这是一门真正可以改变 未来的技术 他们未必带得走 有了那东西 我们四十二大道 也能变成如同圣城一般强悍的存在 只要不招惹古族就行了 剑奴点了点头道 圣文术 的确是天地之造化 在山河五魂没有现世之前 人类武者穷尽智慧 想到了很多战斗方法 圣文术便是其一 虽然很多人都瞧不起圣文术 觉得只是微末小道 成不了大气候 但我却不那么认为 我相信古族的判断 行了 说那么多废话也没用 只有得到了圣文术 才最关键 否则一切都是白大 假面娃娃冷笑一声 将传送门调整好了 然后就踏入进去 其余人也跟着他鱼贯而入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五千零九十一章 都不是省油的灯 作者 千里牧尘 就在灵霄打算跟着进去的时候 忽然间一道白银闪烁 瞬间便进入到了传送门之内 这可真是将灵霄吓了一跳 那白银虽然只是一瞥 但他却看到是个女的 而且年纪不大 只有十八岁左右的样子 不过修为却强悍到可怕 竟然已经达到了 神体进九重巅峰 比前面那些人都强 最可怕的是 那少女竟然朝灵霄躲避的方向 看了一眼 虽然没什么表现 但却真得吓了灵霄一跳 她的引武者形态 虽然不能说是完美 但基本上 只要她不发动攻击 就不太可能会被发现 她应该只是感应到 有武者的气息 但并不确定 不管怎么样 这圣文宗的遗迹 可是非常吸引人 如果不能进去看看 恐怕会成为极大的遗憾 反正巨龙之城我都去过了 这里面也不怕 灵霄是有倚仗的 她毕竟 还有小黑这样的杀手锏 而且 他们几个同伴联手 战斗力可并不弱 想到这里 她也追进了传送门之中 过了片刻 传送门外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全部都是神体进九重前期修为的武者 他们便是四十二大道的两位首领 男的叫黑煞 女的叫白煞 合成黑白双煞 男的长相凶狠 一脸杀气 女的也犹如罗刹一般 冰冷肃杀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吗 那些蠢货 一定会为了圣文术 自相残杀的 等他们内耗结束了 东西就自然落在我们手里了 我们可不想一辈子做大道 利用这圣文术 绝对可以得到古族的重用 黑煞冷笑道 你这家伙 可真是阴险啊 与那些废物在一起十多年 就是为了寻找这圣文宗遗迹的入口吧 白煞笑道 不错 十多年的谋划 就看今朝了 黑煞的嘴角 勾起一抹得意 而已经进入传送门的人 并不知道 外面还有人守株待兔 通过传送门 他们来到了圣文宗的遗迹之外 这里的确已经基本上变成废墟了 可是灵霄的太极眼 已经能感受到强力的能量波动 这说明 废墟之中 的确有好东西 只不过 被人刻意隐藏了起来 一般人想要找到 可没那么容易 恐怕必须得是擅长阵法的人才行 也难怪这一次四十二大道 带来了假面娃娃 那人确实是个阵法高手 灵霄暂时没有暴露身形的意思 不管是四十大道 还是那个白衣少女 都有比较大的威胁 她还是想要等到这些家伙 自相残杀之后 再坐收渔翁之力 她相信 这一幕会发生的 记载圣文术的东西 恐怕只有一份 这些人都想得到 那么 就必然会有杀戮产生 现在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 无非是因为 还没有宝物出现 触动不了他们的杀心而已 不过很快 这场杀戮就如约而至了 因为假面娃娃 发现了放置圣文术的地点 不得不说 这个地方真得是太过巧妙 没有人会去在意一堆杂草 然而 就在这杂草下面 布置了特殊的障眼法 收藏着一块记忆金属 恐怕那中不仅仅记录着圣文术 搞不好还有圣文的记录 肯定是圣文全书 假面娃娃兴奋地说道 圣文全书不仅有如何习练圣文的方法 更有圣文宗这些年研究出来的每一道圣文 传闻圣文共分九品 仅仅一品圣文就相当于半部神魂境强者的权力一击了 九品圣文该有多么恐怖 别废话了 赶紧开启障眼法吧 剑奴大声道 假面娃娃这个时候 却犹豫了 他冷笑道 阵法是我开启的 这圣文全书也必须归我 毕竟你们这些粗鄙之人 恐怕是学不会圣文术的 要知道 圣文术的基础便是阵法 只有懂得阵法 才能真正学会圣文术 假面娃娃 你这是疯了吗 这圣文全书是老大要的 谁敢私吞 勾魂魔道 老大 哼哼 我们当他是老大 他可未必当我们是自己人 我说的对吗 你们这些垃圾 假面娃娃忽然出手 男女傀儡扑向了那三十个神体 竟七重五折 那些人一看这情况 也直接动手了 假面娃娃意图叛乱 杀无赦 三十个人 同时杀向了假面娃娃 不过剑奴等人 自然是不会让他们这么做的 因为在这里能够破解障眼法的 唯有假面娃娃一人 所以其他几个人也一起联手 与那三十个神体 竟七重五者厮杀了起来 灵霄躲在远处 眉宇间透出一抹冷笑 这些家伙 就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或许那四十二大道的老大 算计了这些人 可这些人 也不肯做真板的愚弱 他看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那白衣女子静静站在那里 不知道用了什么宝物 竟然可以完全隐秘身形 白衣女子身上 透着一股贵气 想来应该是出身不凡 否则这么小的年纪 就修炼到神体竟九重巅峰修为 这可不容易 一番厮杀 三十个神体竟七重五者 全部阵亡 不过那十个人 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假面娃娃的傀儡 折損了一个 似血魔也死了一人 现在确切地说 只剩下八人 灵霄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是的开始 那三十个神体竟七重五者 只是第一批牺牲品 他相信 当障眼法被驱散的那一刻 会有更多的人死亡 只不过 他就是个旁观者 不打算这么早出手 假面娃娃开始驱散障眼法 因为他必须那么做 如果不那么做的话 他相信其余几个人 会直接把他杀了的 反正懂正法的 这世上又不是他一个人 灵霄静静看着 白衣少女却已经准备动手了 显然 白衣少女并未发现灵霄 毕竟这一次 灵霄为了保险起见 直接开启了卯神幽冥阵图 提升了银武者的隐秘效果 而且 距离也比较远 成了 随着假面娃娃一声喊 那杂草堆里 竟然射出了一道金光 升腾而起 悬浮在半空之中 那的确是一块记忆金属 不过被一团金光包裹 非常神秘 就是他了 那一刻 所有人眼中都透出贪婪 甚至是杀意 包括灵霄在内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 圣文术究竟是什么 但能够让古族忌惮的东西 绝对是好东西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92章 金光圣文 作者 千里牧尘 战斗在一瞬间就爆发了 原本齐心协力 进入这一季的几个人 此时竟然疯狂战斗在了一起 都想阻止对方 得到那圣文全书 毕竟这东西就算无法习练 也可以拿来换取强大的功法 或者法宝 其价值 简直不可估量 古族随意施舍的一点东西 都足够他们享受一辈子了 这还能不让他们疯狂吗 虽然圣文全书尽在咫尺 可是几个人却谁也无法得到 除非最后死的 只剩下一人 这就是夺宝的残酷之处啊 灵霄感慨 果然无论走到那里 无论何种法则之力之下 只要舞者主导世界 那就永远不可能停止干戈 所有的问题 都只能用拳头来解决 这些人 任何一个到了四域九界 都是能轻易将四域九界摧毁 或者主宰的存在 可是在永恒神域 他们却只不过是最普通的舞者而已 或许比那些垃圾要强一些 但还谈不上高手 虽然圣文宗遗迹的阵法 已经大部分都被破坏 不过永恒神域的法则之力极为坚固 就算是这样的强者厮杀 其实也并未造成太大的破坏 灵霄还是隐匿在暗处 没有动弹 目光投向了那空中的圣文全书 太极眼开启 让他不由愣了一下 那记忆金属之中 记录的是不是圣文全书 他不知道 但有一点 却让他很意外啊 这圣文宗的宗主 还真是个能人 他竟然在那金光之上 留下了一道圣文的习练方法 只有修炼成这道圣文 才有可能开启金光 拿到记忆金属 这一点 就算是原尊 也不能例外 虽然圣文的基础 是阵法和法阵 但却要复杂得多 金光圣文 启动此圣文 可形成金光护壁 属于一品圣文 神魂尽强者 才可以将其打破 但若强行打破 便会启动更强的圣文 看着那上面细小的文字 灵霄不禁佩服着圣文宗宗主 还真是有想法呀 要将圣文全书 交给一个真正能发挥其威力的人手里 而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 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圣文的人来说 即便是一品圣文 沿袭起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不过 灵霄愿意试试 圣文的创造 并非没有源头的 圣文宗的舞者从灵符和阵法之中提取灵感 创造出了这种可以刻印在任何地方的皱纹 便是所谓的圣文 空气中 冰润上 甚至人的身体上 都可以刻印圣文 继而发挥不同的效果 对圣文越是了解 灵霄就越发现 这玩意儿的厉害之处了 若是用在兵器之上 那么三道神龙文帝王器 就可能发挥出 四道神龙文帝王器的威力 而且不会提升对舞者的修为要求 这简直太妙了 当然 那金光之上文字有限 灵霄也只能简单了解一下 想要真正精通圣文 估计还得是得到那圣文全书才行 先开始研习这金光圣文吧 灵霄想了想 太极眼高速运转 开始对那些文字进行分析 圣文的关键就是撰刻 需要的力量就是神源和灵魂力 同样品级的圣文 灵魂力和神源更强的舞者 圣文威力也会更大 只是灵霄目前处在迎舞者形态之中 不敢轻易催动神源 只能在脑海中模拟 幸好他有霸天宇宙 神魂可以进入其中 进行演练 在他学习金光圣文的时候 那白衣少女也没有动 这少女似乎也很懂得隐忍 虽然他的实力很强 但依然在等待时机 另外一边 几个大道之间的厮杀 渐渐有了结果 几乎每个人身上 都增加了几道伤势 情况很不好 他们开始意识到 这样子下去不行 这样下去 他们几个都会死的 圣文全书还没有得到 就全部死在这里 那未免就有些太寒碜了 几个人默契的同时 朝后撤去 停止了战斗 咱们真的要这样 自相残杀吗 还不知道 那记忆金属里是什么呢 万一不是圣文全书 岂不是白白伤了 咱们之间的感情 剑奴冷冷说道 此时几个人都离得很远 且都非常紧张地盯着其他人 空气中都透着紧张的气息 仿佛一言不合 战斗又得开始了 我也这么认为 反正那圣文全书 又不是看了就没有了 咱们几个可以同时使用 那记忆金属 不用这么厮杀 反而便宜了别人 谁也不知道 外面有没有别的人 在守住待兔 勾魂膜绵软的声音中 透着一些恐惧 他的实力算是比较弱的 又没有帮手 刚刚吃了不少亏 真得不想再打了 同意 其他几个人互相看了看 都做出了决定 然而 灵霄却是冷笑 他能够一心二用 一边沿袭那金光圣文 一边却在密切关注形式 战斗虽然停止了 但在他看来 这不过是暂时的停止而已 事情也没有那么容易结束的 关键这些人 得到圣文全书 并非是想去学 而是想要拿来换取自己的未来 谁都不愿意 别人和自己分享的 所以 最后 还是会开战 只不过战斗稍微延迟了 一点时间罢了 那白衣少女 显然跟他想的一样 因此一点都不担心 反而嘴角扬起一抹浅笑 等着那场混战的开始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究竟谁是螳螂 谁是黄雀 不到最后 还真不知道呢 得派个人去取东西 剑奴道 就派勾魂魔吧 他是实力最弱的一方 如果耍诈的话 可以直接杀了 白发魔冷冷道 原本这些凶残的强盗 就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 现在宝物在前 就更不可能了 勾魂魔身体颤抖了一下 他是极不情愿的 但此时也没有办法 因此他动了 朝着天空中的金色光球扑去 哄 一阵恐怖的力量撞击 将勾魂魔直接弹飞了出去 勾魂魔吐出一口鲜血 惊恐道 那上面有文字 众人这才仔细去看 发现了灵霄之前看到的那些文字 他们可没有灵霄的那种 闲情雅致 去研习圣文 实际上 这些人之中 真正有可能学会金光圣文的 也就假面娃娃一人而已 其余人都办不到 商量了一会儿 众人还是决定 让假面娃娃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 再强行破开那金光护壁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93章 黄金五国公主黄玉 作者 千里牧尘 几个大道妄想凭蛮力 破开金光护壁 这是真得自不量力啊 一品圣文金光护壁 可不是神体镜武者能够破开的 即便是半部神魂镜武者 都无法破开 此时距离灵霄严习金光圣文 已经过去了十多分钟 原来如此 某一刻 灵霄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笑意 一品圣文严习起来并不算难 尤其是对他这个擅长阵法和灵服的人来说 十分钟足够了 更别说他还有太极眼 当然 严习不难 使用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灵霄现在也只是出入门而已 若想将这金光圣文 严习到圆满境界 恐怕还得歇日子 不过圣文宗宗主留下的这个考核 其实只需要出入门的水平就足够了 也就是说 灵霄现在是有资格开启那金光护壁的 不过他还是没有动 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留了一句身外 化身在外面 结果意外就发现了黑白双煞 以及他们的对话 知道最麻烦的 反而不是眼前这几个白痴 而是那白衣少女 以及黑白双煞 正因为如此 他需要想一个完全的方法 既能得到圣文全书 还不被人知晓 或者干脆利用白衣少女 杀了那黑白双煞 怎么利用 暂时他还没想出主意 不过事态一直在变化 他有的是耐心 以那假面娃娃的能力 想要成功研习金光圣文 估计最少也得一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他和灵霄只见的差距 不是实力上的 而是智慧和技巧上的 所以 他只需要等待局面 发生变化的时候就行了 眼下 还是把自己藏起来比较妙 一个小时过去了 众人显然都开始失去了耐心 就连外面的黑白双煞 也开始商量着 是不是要进来看看 两个小时过去了 众人变得更加暴躁 三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 白发魔突然出手了 他竟然对正在 沿袭金光圣文的假面娃娃动手 假面娃娃反应可是够快 利用傀儡挡住了白发魔的攻击 不过 傀儡也被毁掉了 白发魔 你想干什么 剑奴拦住白发魔怒道 干什么 这家伙故意在拖延时间 不知道在搞些什么鬼呢 懂阵法的只有他一个 若他动了歪心思 咱们谁能察觉 所以 他必须得死 白发魔吼道 剑奴愣愣了一下 刚想说什么 结果白发魔就已经将假面娃娃杀死了 该死 你杀了他 接下来怎么办 这金光圣文怎么破 剑奴问道 那还不简单 直接劈开就是了 白发魔冷笑道 你们也不要装了 大家又不是为了学习那圣文全书来的 能不能破开金光圣文有什么关系 实在不行 连金光圣文一起收进储物空间就是了 他话音才刚刚落下 那边四血魔就动手了 四血魔的老大去收取圣文全书 而另外两人则负责抵挡剑奴和白发魔 至于那勾魂魔 此时已经重伤 基本没有了战斗之力 不足为虑 金光一闪 追入四血魔老大的储物界中 真得磕眼 咱们撤 四血魔老大得到了宝物 直接选择逃走 连自己的两个兄弟也是不顾了 另外两人一看这情况 也是转身就逃 剑奴和白发魔 此时根本没有心情互相厮杀 他们是绝对不容许 东西落在四血魔之手的 于是疯狂追击 就在这时 灵霄看到那白衣少女动了 虽然还是没有暴露身形 却精准地射出一道静气 导致那四血魔的老大跌倒在地 看起来 就像是一不小心摔倒了一般 依然没有人发现 那白衣少女的存在 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四血魔老大的身上 给我去死 剑奴和白发魔都是怒不可遏 四血魔竟然敢耍他们 带东西逃走 他们两个都是含恨攻击 可怜那四血魔老大 根本来不及反抗 就被两人的攻击当场击杀 四血魔另外两人可不敢报仇 而是头也不回地逃了 他们两个都只有神体进八重前妻修尾 就算夹起来 也不是剑奴或者白发魔之中 任何一人的对手 这少女倒是好聪明 不过那一瞬间释放出来的气息 还是暴露了你的身份呢 凌霄冷冷笑了笑 毫无疑问 那是黄金神武魂的气息 所以 这个少女应该是黄金武国的弟子 搞不好 还有皇室血统吗 凌霄对黄金武国的印象可不怎么好 竟然随意对她发出悬赏令 所以 自然对黄金武国的舞者 也没什么好印象 再加上 这少女将会是 她夺取那圣文权术的大障碍 所以 她想到了一个驱虎吞狼之计 那边 剑奴和白发魔 为了争夺四血魔老大的储物 继而厮杀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竟然传来一声巨响 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等他们回过头 去看的时候 就看到那里 站着翘身上一个人 白衣如霜 五官极为精致 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美女 只是这少女 此时却有些恼怒 本来一切 都按照她的计划进行着 可是忽然间 从地底窜出一道根须 彻底撕破了她的伪装 不过少女终究是有身份的人 脸上露出高傲的表情 冷漠巨傲 竟然是你 黄金武国的黄玉公主 没想到 你竟然一直躲在那里 剑奴和白发魔 对这黄玉公主 都有些忌惮 但性子里的残忍 却让她们在利益面前 不会低头的 黄金武国很可怕 她们得罪不起 但若一个公主 悄无声息死在这丛林之中 好像也不会有人知道吧 灵霄暗暗笑了笑 没想到 竟然还是个公主殿下 不知道待会儿 若是英雄救美 会不会捞到一点好处 不过 对于这种大势力的娇娇女 灵霄可是没什么信任感的 这些人随随便便都能将你荡成垃圾 随手丢弃 剑奴和白发魔对视了一眼 似乎就有了主意 他们暂时放下了争夺 准备联手对付黄玉 谁都没有注意到 地底下一条树根 正在缓慢地靠近四血魔老大的尸体 准备悄无声息地拿下那储物件 有时候 抢夺一件东西 未必需要动手 善用自己的智慧 一样能够办到 而且 或许效果还会更好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94章 双煞伤黄玉 作者 千里牧尘 黄金五国的公主殿下 怎么有兴致来到这穷乡僻壤 是觉得我们兄弟寂寞 所以特意来送温暖的吗 白发抹冷笑道 放肆 黄玉冷哼一声 就算你们四十二大道联手 也未必是我的对手 区区两个废物 竟然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若你们有点脑子 现在就把那圣文全书交给我 我们黄金五国 会给你们最好的前程 收起来 你们争夺这圣文全书 不就是为了前程吗 古族可不是那么好接触的 比起他们 我们显然更好说话 尽管意外暴露 但黄玉依然自信得很 他并未察觉到自己暴露是旁人所为 仅仅以为是某种植物类的妖物所为 因为刚刚摧毁那妖物的时候 的确感受到了一丝妖气 所以面对剑奥和白发魔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畏惧 甚至是连情绪的波动都没有 只因为他是神体近九重巅峰强者 他的话并不是开玩笑 若他直接动手 四十二大道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只不过 这个黄玉追求的 是用最简单的手段完成目标 这才没有提前出手 嘿嘿 我们可不是吓大的 你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 能有多大本事 显然剑奴和白发魔都没有意识到 黄玉的恐怖 两个人并未被黄玉的话吓到 跟他废什么话 动手 白发魔冷哼一声 直接动手 剑奴从另一侧 杀向了黄玉 而就在这一瞬间 那条根须从地底伸出来 把四血魔老大的储物 借顺走了 搞定 灵霄笑了笑 他的能力和冷眉的能力 结合在一起 简直太强悍了 而那边三人并未意识到 这微末的变化 黄玉冷漠地看着冲过来的 剑奴和白发魔 并未有任何动作 放弃抵抗了吗 剑奴心中冷笑 又或者是故弄玄虚 白发魔也几乎是同样的想法 他们不相信 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女孩 能有多大的本事 多强的实力 然而下一刻 他们两个全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只一招 黄玉的仙仙玉手 轻轻抬起 两道金黄色的光芒绽放 剑奴和白发魔 同时被射中咽喉 眼光迷离 眼看是不行了 怎 怎么可能 他们两个横行罗刹五国和黄金五国也有很多年了 虽然从未跟黄金玉或者罗刹玉的弟子动过手 可基本上就没有失手过 或许是这些经历 让他们自大了 狂妄了 忘记了五国和心玉的弟子 有多么恐怖 这个时候后悔 已经是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没救了 灵霄也感觉非常震撼 如果正面为敌 他相信 他们几个联手也不是这黄玉的对手 除非动用小黑的力量 这黄玉还真是可怕 与那杨琪 英黎 黄太风一样 都是不好惹的主啊 真是不自量力 黄玉看都不看那两人的尸体一眼 而是走向了四血魔老大的尸体 就在此时 一变突生 原本逃出去的四血魔另外两人 骤然发动偷袭 黄玉冷哼一声 随手一击就将两人斩杀 不过下一瞬 他却脸色大变 虚空之中 绽放黑白两道残影 朝他狂攻过来 此时 他已经没有了闪避的可能 关键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了 他只能避开要害 那黑白两道残影 猛然在他的身上轰了一击 使得黄玉当场重伤 灵霄在暗处 把一切看得都很明白 偷袭黄玉的 是黑白双煞 两个神体近九重前期修为的舞者 本来他们联手 也不是黄玉的对手 但这两个家伙鸡贼啊 先用四血魔那两个人做诱饵 吸引黄玉的注意力 然后再偷袭 都是一个境界的舞者 虽然层次上有些差距 但两人联手 还是重伤了黄玉 果然都不简单啊 失策 黄玉受伤的一瞬 就意识到今天恐怕不能善了 急忙朝着外面逃去 就算现在不能夺取圣文全书 只要不死 他有的是机会找黑白双煞算账 不能让他逃了 杀 黑白双煞又怎么可能会让黄玉逃走 这黄玉毕竟是黄金五国的公主殿下 如果不现在杀死的话 将来他们黑白双煞就没好日子过了 黑白双煞疯狂追了出去 发誓要弄死黄玉 灵霞正准备趁着这个机会逃走 忽然间 那已经重伤的勾魂魔 竟然拍了拍身上的泥土站了起来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真是一群蠢货 看起来我这吸引得不错啊 把黑白双煞 连同那暗中隐藏的黄金五国公主 都给引出来了 不过可惜 笑到最后的 只能是我 灵霞看得目瞪口呆 这些人好奸诈啊 他已经够奸诈了 现在才发现 人为了达成目的 真得能够变得更奸诈 更狡猾 这勾魂魔演戏的事情 他还真没想到 幸好他足够有耐心 没有着急暴露 这让他成为了最后的黄雀 自以为聪明的勾魂魔 恐怕要失望了 勾魂魔走到四血魔老大身边 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 不可能 为什么不见了 他明明看到 那件奴 白发魔 黄玉 和黑白双煞 都没有拿走四血魔老大的储物件 现在储物件居然消失了 这让他有些发猛 一股不安的感觉在 心底产生 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麻烦了 正想要做点什么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声音 他急忙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装着重伤的样子 进来的是黑白双煞 两人脸上的表情都不好 黄玉太强悍了 即使被重伤 竟然也能逃走 这实在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所以 他们进来的目的 就是拿了圣文全书之后 尽快逃走 远离黄金五国 他们就不信 黄金五国的势力 还能大到延伸到别的五国去不成 黑煞 戒指不见了 白煞皱眉道 什么 黑煞脸色大变 得罪了黄金五国的公主殿下 却还是得不到圣文全书 那他们就太倒霉了吧 他环视四周 最终将目光放在了勾魂魔的身上 贱人 是不是你拿走了除剑 黑煞怒吼一声 冲向了勾魂魔 这勾魂魔虽然狡诈 但实力实在低微 给黑煞一把掐住脖子 根本无法反抗 你掐着他的脖子 他可没法说话 白煞提醒道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5095章 搜魂数 作者 千里牧尘 黑煞放开了勾魂魔 冷冷道 说实话 否则下一刻 就是你的死期 老大 我冤枉啊 一定是那个黄玉 拿走了除剑 勾魂魔 其实也不知道 是谁拿走了 但最有可能的 就是黄玉 他只能这么认为了 废物 黑煞竟然一掌 拍色勾魂魔 然后将勾魂魔 全身搜索了一遍 没有戒指 看起来 还真是被那黄玉 拿走了 黑煞皱眉道 要追吗 白煞问道 当然 趁着那个女人 还没有将这里 发生的事情捅出去 一定要追到她 我猜她应该是 用了什么法宝 隐匿了身形 毕竟要逃的话 没有那么快 正好我有一法 可破天下 所有隐匿秘法 黑煞冷笑一声 随即一股黑色的能量 从她的身体之中 涌了出来 搜魂数 黑煞这搜魂数 方圆一里地范围内 都能搜到 在他们看来 那黄玉受了重伤 显然走不远 最起码这么短的时间里 肯定在一里地范围之内 糟糕 躲在暗处了 灵霄听到黑煞的密法 灯使脸色大变 她的隐武者形态 其实也算隐匿的一种 若被黑煞的搜魂数找到 恐怕今天她的计划 就要改变了 不过圣文全书已经得到 只需要逃走便是 倒也不用太过担心 想到这里 她就站在那里等待 不能先自乱阵脚 毕竟搜魂数 能不能破掉她的 隐武者形态 还两说呢 下一刻 黄玉竟然率先暴露 不得不佩服 这女人可真够胆大的 她根本就没有逃走 而是隐匿之后 又回到了遗迹之内 甚至已经准备偷袭 黑煞和白煞了 所以距离黑煞非常近 请客间便被强迫险刑了 黄玉被发现之后 竟然没有丝毫的慌乱 猛然加速 催动神员 一掌将黑煞击飞了出去 如果她没有受伤 这一掌恐怕能直接杀了黑煞 只可惜 她之前就重伤了 黑煞只是被打伤 却没有死 不过暂时失去了战斗力 黄玉也因为重伤之下 催动神员 伤势更加严重 不过即便到了这一刻 那黄玉的脸上仍然没有丝毫的紧张 仿佛这一切对她而言都不算什么似的 好阴险的贱人 白煞 快杀了她 黑煞怒吼道 白煞却没有动手 而是摇了摇头道 这位公主殿下 可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就算到最后一刻 她恐怕也有同归于尽的手段 我可不想那么早死 既然你们两个都受伤了 那这圣文全书就归我了 只要等到你们死了便行 白煞的声音冷漠而且狡诈 这让黄玉和黑煞都皱了皱眉 黄玉的确有法宝 可以在白煞靠近的时候将其击杀 这是她保命的法宝 但如果对方不肯靠近 那她就会因为伤势太重而死亡 到了那个时候 再好的法宝也没用了 黑煞皱眉 则是因为白煞的话 白煞 你有没有搞错 咱们可是夫妻啊 你连我也买 黑煞怒道 夫妻 你跟我结合 还不是为了那圣文全书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一旦你得到圣文全书 就会杀了我 我的实力不如你 不过上天垂帘 竟然让你身负重伤 这样 我就可以轻易将你击杀了 白煞淡淡道 贱人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我保证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黑煞吼道 她可是四十二大道的头目 自然也有底牌 纵然重伤 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 眼下的情况 可谓是陷入了胶着 而最妙的是 下一刻 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搜魂术并未停止 灵霄暴露了 虽然只是露出了一丝气息 并未完全暴露 可对于在场的高手来说 却跟完全暴露没什么区别 原来这里 还藏了一只老鼠 滚出来吧 白煞警惕地 看向了灵霄的位置 冷冷道 他们都很惊讶 黄玉则是若有所思 在进入传送门之前 他隐隐约约 感觉到了一丝旁人的气息 可进入一季之后 就没有了 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现在想来 这隐藏在暗处的家伙 还真是高明啊 他的暴露 恐怕就是对方有意为之 而戒指的消失 恐怕也跟此人有关 如果不是黑煞的搜魂术 此人今天就要大获全胜了 不用浪费一点神愿 就可以得到所有人 都想得到的宝物 灵霄渐渐显出身影 不过并没有用真身 而是用了帝尊之体 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现在他在神体近九重五者面前 完全是不够看的 加上几个伙伴 也绝对无法取胜 所以还是保命为主 你是谁 白煞冷冷问道 一个过路人而已 灵霄淡淡道 即使被发现了 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或许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但这些人想要杀他 可没那么容易 他有三尊之体 加上本尊 这就是四条命 再加上浴火重生 和时光倒流 一共六条命啊 谁能轻易将他灭杀 这些年 他对攻击武技 反而不怎么注重 对于保命的本事 则是极为青睐 因为他要孤军奋战 如果死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戒指是你拿的 白煞诱问 没错 是我拿的 你们打得热闹 我不好意思让那戒指蒙尘 所以就收了 圣文全书啊 实在不适合 落在你们这些人手里 还是交给我 比较合适 灵霄依旧淡定如常 甚至没有否认 那戒指就在他手里 其实否认也没用 反正不会有人相信的 小子 在我没有动杀心之前 最好把戒指交出来 否则的话 今日你难逃一死 白煞冷冷威胁道 我交出了戒指 就能活下来吗 灵霄问道 当然 白煞点头道 灵霄低头想了想 好吧 我的实力的确不如你 能活下来 或许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给你 他真得将那戒指 扔给了白煞 白煞反而愣了一下 以为有假 没有敢直接去接 等戒指落到地上 才仔细观察了一番 顿时大喜过望 真得是四血魔老大的戒指 而且 里面的确有那金光护壁罩着的记忆金属 我可以走了吗 灵霄问道 白煞看向了灵霄 就像是看傻子一般 随手一击 灵霄咽喉被刺穿 当场殒命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五千零九十六章 小人物的胜利 作者 千里牧尘 灵霄被杀 谨慎的白煞 还特意过去查看了一下 确认灵霄的确死亡 这才冷笑了一声 看向了黄玉和黑煞 哼 想不到吧 最后的胜利者 居然是我 白煞的笑容 有些得意 连他都没想到 一切竟然如此顺利 你已经得到那圣文全书 又何必杀了他 他不过是一个 神体镜五重的小人物而已 黄玉叹了口气道 没想到黄金五国的小公主 竟然是个菩萨心肠 难怪你斗不过 你的姐姐和哥哥们 白煞不屑地笑道 他知道的太多了 谁知道出去了之后 会不会乱嚼舌根 所以 只有死了 才是最好 黄玉看着白煞 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 这白煞说的没错 他虽然是黄金五国的公主殿下 但却只能凭自己的本事修炼 黄氏所有的资源 都不会向他倾斜 他之所以到处寻找秘境和遗迹 也是因为想要变强 神体镜九重巅峰 或许已经不错了 但在他看来 还差得远 这样的辛苦 并未让他后悔 因为他不想变成哥哥姐姐们那样 没有人性的人 只可惜 今天恐怕真要栽在这里了 好了 现在不是扮演菩萨的时候了 你们两个也该上路了 白煞既然杀了灵霄 就不会让黄玉和黑煞活着 得到圣文全书的事情 只能他一人知道 别人都不行 看了看黄玉 随即白煞走向了黑煞 比起黄玉 他更了解黑煞 所以先杀黑煞 应该更稳妥一些 他不想再等下去了 否则事情可能会变得更麻烦 白煞 你以为我会这样死去吗 今天即便要与你同归于尽 我也不会让你这个女人得逞 燃血密法 黑煞猛然站了起来 体内的血液在燃烧 这个过程中 任何伤势都对他产生不了影响 而且 他的战斗力 也会提升很多 不过三分钟后 就会因为鲜血燃劲死亡 这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法 他本来不想用的 可既然非要死 他自然要拉个垫背的 你疯了 白煞脸色大变 转身就要逃出一技 因为黑煞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无法持续太长时间的战斗 只要他逃走 等三分钟之后再回来 黑煞必死无疑 可惜 此时他发现 自己被黑色的能量包裹了 白煞 你还真蠢 你以为我 用燃血密法的时候 不会考虑敌人逃走的情况吗 你就给我乖乖待着吧 黑煞疯狂地杀向了白煞 白煞无奈 只能应战 而此时 搜魂术也已经消失 因为黑煞要全力对付白煞 根本没有心思去用搜魂术 黑暗中 灵霄窥视着这场战斗 嘴角勾起了轻蔑的冷笑 任你们再奸华 终究还是不如我呀 老大 我佩服死你了 你的脑袋 到底怎么长的 乾坤界内 小金赞叹道 方才灵霄只不过是故意让白煞 将他杀死而已 之后 用时光倒流复活 只要他死了 对方才能彻底放心 才会继续内讧 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现在 黑煞已经不行了 他可以说是完全安全了 那圣文全书 终究还是他的 冷冷看着自己布局的这场好戏 灵霄嘴角 擒着一抹笑意 黑煞用了燃血密法 战斗力明显比白煞更高 所以 白煞简直就是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之中 惨不忍睹啊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白煞应该会被黑煞击杀 接着 黑煞也会因为启动燃血密法而死 那黄玉则是重伤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过来 他就会成为最后的黄雀 可以说 他不出一招 却赢了这场战斗 不过灵霄并未因此就得意 他知道 事情不到结束 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之前黑煞的搜魂术 就让他大吃一惊 虽然他随机应变 想出了假死来逃脱 不过说实话 灵霄不喜欢这样的变故 最好一切都能按照他的计划来 可人算不如天算 就算他再聪明 有些事情总会发生的 白煞不想死 所以也在拼命 黑煞一时半会儿 还拿不下他 黄玉也在努力 他吃下一枚疗伤单 抓紧时间疗伤 虽然即便这样 他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恢复战斗力 但只要能动就行 因为黄玉清楚 无论黑煞还是白煞活下来 都不会放过他的 白煞终究是不如黑煞 在快到三分钟的时候 被黑煞斩杀 临死之前 还抓着手中的戒指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就算得到了圣文全书又如何 人死了 便什么也没有了 黑煞杀了白煞 根本不去管那戒指 而是直接扑向了黄玉 他要将黄玉击杀 这圣文全书将永远被埋葬在这里 黄玉的法宝在那一瞬释放 黑煞整个人都被撕碎 但燃血密法状态下的黑煞 即便这样也没有死 一只手爪飞向了黄玉 黄玉无奈叹了口气 他已经很努力了 可惜到最后 依然是功亏一篑 连保命的法宝都释放出来了 却还是难逃一死 他闭上了眼睛 等待死亡的降临 然而死亡却迟迟没有来到 反而是一阵撞击声 将他惊得睁开了眼睛 他发现自己被一团金光包裹 而那黑煞的最后一击 就是撞在了这金光之上 然后 他就仿佛见了鬼一样 惊讶地看向了不远处 那个本该已经死了的小人物 竟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然后 将白煞手中的储物 借收了起来 你 你到底是谁 黄玉一向冷静 可此时却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了 这个小人物太可怕了 他仔细思考了整个过程 发现从头到尾 这里所有人都被这小子给耍了 一个可怜的小人物罢了 灵霄淡淡看了黄玉一眼道 黄玉苦笑 他是不会相信的 一个小人物 竟然有如此心计 为什么要救我 如果任由我被杀死 这世上就不会有人知道 你拿走了圣文全书 那才是最稳妥的 黄玉问道 这个问题吗 很简单 因为你之前表现出的善良 虽然我这个人并不善良 但我还是希望 这个世上善良的人 能够长命百岁 世界已经够肮脏了 你若死了 他就更肮脏了 灵霄淡淡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97章 七大神通秘法 作者 千里牧尘 灵霄说的话 可是认真的 如果不是黄玉的善良 他真的会见死不救 本身夺宝就是这样 一些人活下来 一些人死去 黄玉愣了一下 旋即苦笑 我倒是没想到 仅仅因为善良就活下来了 以前 可是有很多人告诉我 人太善良 是会死得更快的 对了 你使用的是金光圣文吧 你与圣文宗到底什么关系 一个侥幸活下来的人罢了 灵霄虽然放过黄玉 但他现在并不能信任黄玉 所以自然就撒了个谎 不过既然活了下来 圣文宗就要在我的手里 发扬光大 我劝你 还是不要太张扬了 古族能灭圣文宗一次 也能灭圣文宗两次 显然 黄玉相信了灵霄的话 为什么不信呢 一个外人 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学会金光圣文 所以他信 好了 这没疗伤丹你吃了吧 比你那个效果好得多 短时间内 就能恢复的 灵霄扔出一枚疗伤丹给了黄玉 之前我利用过你 你也不用在意这个人情 从此两不相见 再会 说完话 灵霄让乾坤兽 收了所有的战利品 然后就准备离开 黄玉拿着灵霄 给的疗伤丹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吃了下去 在他看来 灵霄如果要杀他的话 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 所以 这疗伤丹应该是真的 等一下 你就不怕我恢复之后 对你出手吗 我虽然善良 但却也希望变强 圣文全书 对我很重要 黄玉说道 随意了 我这人走事情 从不后悔 只要你能杀得了我 尽管来就是 灵霄笑着走出了 往遗迹外面走去 不过下一刻 他突然又停了下来 圣文全书 明明已经在手 可是为什么感觉 这圣文宗的遗迹之中 那股奇异的能量 仍未消失 难道说 这记忆金属 并不是圣文全书 又或者这遗迹之中 还有别的宝物 试试看吧 有宝物而不拿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啊 反正此时只有那黄玉在场 虽然说 黄玉吃了他的疗伤丹之后 几分钟之内 就能恢复大半 但因为他不是 完全信任这个女人 所以疗伤丹里 自然动了一点小手脚 如果黄玉不对他出手 则相安无事 否则的话 倒霉的只能是黄玉 因此 黄玉对他基本不够成威胁 灵霄干脆盘膝坐在地上 将方才得到的 记忆金属拿了出来 根据上面的方法 他破解了金光护壁 将记忆金属握在了手中 神识进入 里面的内容 顿时涌入他的脑海之中 果然是圣文全书 而且内容居然如此之多 光是一品圣文 就超过十万 不仅有战斗中用的 还有生活中用的 这圣文宗的人 还真是个天才啊 灵霄感慨不已 不过 他此时并没有兴趣去研究圣文全书 东西已经是他的了 什么时候研究都行 他现在主要是想 从里面找到一点线索 看看能不能在这遗迹之中 发现别的东西 果然 一道金光窜出 飞向了某个方向 灵霄追了过去 这里看起来很普通 就是一个干涸而且被毁掉的池塘 但精通阵法的人才明白 这下面别有洞天 灵霄三两下就破解了障眼法 发现下面居然是一个祭坛 祭坛之上七座雕塑 每一个雕塑都透出神秘的气息 他正要研究 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响起 旋即就看到那祭坛上浮现了一个人影 有缘人既然已经得到圣文全书 那么就有资格 接受我圣文宗的七种神通秘法 那人说着话 面无表情 灵霄之道 肯定是留下的残魂而已 只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存在 神通秘法 这四个字 让灵霄不由兴奋起来 神通秘法与武技不同 它本身没有品级之分 是会随着武者实力的提升 而提升威力的 显然比武技或者法宝更加合适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地方 此时黄玉已经恢复了过来 不过并未对灵霄出手 只是惊讶地看着灵霄面前的这个地方 喃喃自语道 这时 那人影继续道 我圣文宗每一种神通秘法 都是极为强大 有缘人莫要贪心 修炼一种即可 若是超出身体承受极限 反而不好 灵霄没有理会这种声音 而是继续等待着 人影接下来的话 第一种神通秘法 名为武魂化神 武者的武魂 可以直接转化成神灵 协助武者战斗 不仅能发挥出武魂本身的效果 而且战斗力也是极为惊人 第二种神通秘法 名为大地守护 武者可以汲取大地的力量 供自己使用 战斗力瞬间飙升 第三种神通秘法 名为修罗真身 这是一种炼体神通 修炼之后 可将肉身转化为修罗真身 可大幅度提升肉身强度 以及力量 第四种神通秘法 名为圣文天堂 这个神通秘法 只有懂得圣文术才有效果 圣文天堂范围之内的圣文术 效果都会提升最少一倍 而且 拥有圣文天堂的武者 转刻的圣文威力 也会提升最少一成 最终效果 看武者的天赋 第五种神通秘法 名为月之精华 可吸收月之精华 来提升修炼速度和修炼效果 并且 神源会转化为月之力 第六种神通秘法 名为赤阳精华 效果类似第五种 最后一种神通秘法 名为剑丸术 可将任何攻击型兵刃 转化为剑丸 最时刻剑修 根据你自己的特点选择吧 总有一种适合你的 说完话 那人影就消失了 灵霄想了想 将乾坤界之中的同伴放了出来 芳华 你继承月之精华术 小鸡 赤阳精华术归你 冷眉 你的肉身是弱点 修罗真身就由你来继承 龙臣 大地守护 就由你来继承了 灵霄先安排了最适合自己伙伴继承的神通 剩下的三种 灵霄觉得自己可以好好想想 如果他学习了圣文术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 圣文天堂神通非常适合他 但这样暂时是无法提升战斗力的 剑丸术同样极为适合他 若是能将兵刃转化为剑丸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太方便了 以往他获得战利品之后 很多兵器使用不了 是能让逆神剑吞了 那实在太可惜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98章 黄雪 作者 千里牧尘 不管了 先试试看 能不能将这三种神通全部修炼 灵霄打定了主意 他相信自己拥有霸天武魂 可以包容万物 总应该能比别人多学一点吧 第一个神通 他选择了武魂化神 他有十二兽神武魂 更有霸天武魂 若能化神 对他来说 绝对比单纯的武魂好得多 可以极大的增强他的战斗力 想到这里 他淡淡看了黄玉一眼 虽然这个女人战斗力已经完全恢复 但他却没什么可担心的 一来他相信自己向来眼光不错 黄玉绝对不是那种 忘恩负义之辈 二来即便他判断错了 也已经有了布局 黄玉若真敢动手 那倒霉的只能是他 所以 灵霄可以踏踏实实地 修炼这神通秘法 武魂化神 高明非常 共分三个阶段 虚化 石化 神化 灵霄只需将这神通吸收 做到武魂虚化就可以了 虚化的武魂 看起来与武魂虚影 基本没什么区别 但战斗力 却比武魂虚影强大得多 别人修炼这神通 就算只是入门 可能也需要三四天时间 但灵霄 仅仅用了三分钟时间 感觉可以 修炼一种神通秘法之后 灵霄并未发现有什么压力 所以干脆修炼第二种神通秘法 这一次 他选择的是剑丸术 剑丸术的修炼 同样只用了三分钟左右 他将永生之手化作剑丸 发现威力之大 竟然超过了两道神龙纹帝王气 而且这剑丸攻击 非常突然 寒芒一闪 对方要反应过来 可是很难的 感觉有些压力了 这圣文宗的神通秘法 的确可怕 修炼两种 连我都非常吃力 不过 应该还可以修炼一种 就在灵霄准备修炼圣文天堂的时候 忽然间风云突变 天空中飞来大片的金色的云团 紧接着 灵霄就看到 那金色云团之上 出现了一群强者 总数约莫二十个左右 其中一人 气质与黄玉相似 相貌也有六分相似 只是实力 明显比黄玉还要更强一些 至于那群强者 除了两个神魂镜之外 其余都是半部神魂镜的存在 灵霄的眉头皱了起来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麻烦了 这就是所谓的 人算不如天算了 他算计得很好 却也赶不上变故 这群人 显然是来自黄金五国 灵霄看向了黄玉 黄玉却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这些人会来 那长相与黄玉相似的女人 坐在浮空的座椅之上 轻蔑地看着黄玉笑道 我的傻妹妹啊 你倒是一样运气不错 跟着你 果然能够发现不错的遗迹 真想不到 这里竟然还有神通秘法的传承 那几个蝼蚁在干什么 也想窃取这秘法吗 这个女人与黄玉长相虽然相似 但性格却差得极远 黄玉虽然是黄金五国公主 但并没有表面那股傲气 她的傲气来自于骨子里 也没有这女人那般轻敌 黄玉姐姐 你跟踪我 黄玉眉头皱了皱道 跟踪你又如何 一个剑壁生的孩子 就应该为我们提供方便 黄玉轻蔑地看着黄玉 丝毫不在乎黄玉的生气 灵霄大概明白现在的情况了 她没有说话 趁机开始修炼圣文天堂 恐怕没有人相信 她可以三分钟修炼一门 如此高明的神通吧 所以黄玉未必会着急出手 灵霄现在不能逃 几个伙伴不是她 没办法在几分钟时间里 就将那神通秘法学会 按照她的估计 少说也得一个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时间里 她哪里都不能去 这个局面 简直糟糕到了极点 但灵霄这家伙 真得是胆大包天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竟然还敢在那里修炼神通 似乎完全没有把面前的敌人 放在眼里 好了傻妹妹 叙旧的时间到了 来人啊 去把那些老鼠杀了吧 黄雪的话 冷漠无情 就像是真得再说 去杀几只老鼠 而不是几个人 不行 黄玉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容不得你们胡来 玉儿啊 你以为你有能力阻挡姐姐吗 给你三夕时间滚开 否则的话 虽然不能杀了你 但作为姐姐教训一下妹妹 相信父王也不会说什么吧 黄雪冷冷道 就在他们对话的这段时间里 灵霄已经完成了圣文天堂的修炼 圣文天堂修炼之后 他对金光圣文的理解明显精进了许多 之前不过是入门而已 现在 金光圣文却已经直接提升到了圆满境界 异品圣文足以抵御神魂镜以下舞者的攻击 对方的队伍之中 两个人可以对金光圣文产生威胁 就是那两个神魂镜强者 但在圣文天堂的提升之下 就算是神魂镜异重的强者 无法轻易击碎着圣文 不过这一品圣文 是非常消耗神源和灵魂力的 灵霄能坚持多久 就不知道了 但不管怎么样 他还没有输 只要能坚持到一个小时左右 他就有办法带着众人一起逃走 他开始绘制圣文 一品圣文的绘制 对别人来说 可能极其困难 但对他而言 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当黄雪给的三西时间结束的时候 灵霄的金光圣文 也已经绘制完成了 他一把抓住黄玉 拽进了金光圣文的保护范围之内 然后抬头看向了天空中的黄雪 轻蔑地笑道 在你那高高在上的眼中 我或许只是一只老鼠 不过 你能将我这只老鼠杀死吗 小兄弟 不要激怒我姐姐 他虽然只有半步神魂镜修为 但战斗力非常接近神魂镜强者 招惹他 没有好处的 黄玉劝道 放心吧 他暂时还杀不了我 灵霄对圣文宗的一品圣文 有着绝对的自信 黄玉愣了一下 而就在此时 攻击已经开始了 最先发动攻击的 是那些半步神魂镜的强者 狂暴的攻击 席卷像灵霄和黄玉 简直催枯拉朽一般 相信别说是灵霄和黄玉了 就算是神魂镜强者 只怕面对这一击 也得受伤 黄玉冷漠地笑了笑 真是可笑的小子 自以为是到极点了 我那妹妹也是可笑 居然与那种废物混在一起 难道这就是 所谓的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吗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099章 强大的一品圣文 作者千里牧尘 在黄雪看来 灵霄此时 必然已经被轰尘渣了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然而硝烟散尽 黄雪的脸色 却变得非常难看 灵霄竟然没死 别说死了 根本就是毫发无伤 那金光圣文之可怕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什么情况 别说黄雪 就连黄玉也震惊不已 不用那么惊讶 圣文宗之所以会被古族所灭 就是因为 他们的圣文术 已经威胁到了古族 圣文分九品 这不过是一品圣文而已 就如此强悍 真难以想象 九品圣文 会可怕到什么程度 灵霄淡淡说道 你们两个 给我动手 黄雪的脸色阴沉难看 终于让两个神魂径强者 发动了攻击 这两个神魂径强者 任何一个都不比血凝弱 他们的攻击可想而知 有多么强大 天地之间 风云变色 黄雪的嘴角 终于露出了一抹残忍的冷笑 这一回 总该死了吧 不管你们搞什么名堂 都没有用 然而下一刻 他再度目瞪口呆 两个神魂径联手 竟然依旧没有 将那金光护壁轰开 这不可能 黄雪站了起来 惊恐地看向了灵霄 被他当作老鼠的东西 竟然有这么厉害 简直不敢相信 姐姐 实话告诉你吧 这几位是我准备 招揽进黄金五国的人才 他们的能力 能够为黄金五国 带来极大的提升 108个五国 常年征战 黄金五国 急需这样的人才 不怕告诉你 刚刚我已经用灵符传信 把这件事情 禀报给了父王 相信很快就有回信了 姐姐 你可以不理会我 但父王的话 你敢不听吗 黄玉突然说道 听到黄玉的话 灵霄愣了一下 却并未反驳 或许搭上黄玉这条线 真有可能直接前往黄金玉 那就可以避免到处乱跑了 虽然他原来打算去 罗刹五国 不过现在 似乎看起来没必要了 毕竟谁也不能确定 罗刹五国的情况 就真得比黄金五国更好 就凭他们 黄玉恼恨不已 哼 姐姐还是瞧不起人啊 神魂尽强者 都无法攻破的圣文 你觉得 他们有没有资格 黄玉淡淡笑道 这些家伙是圣文宗的余念 你就不怕得罪古族 黄玉冷冷道 这话 你最好不要在父王面前说 父王生平最厌恶的 就是鼓足了 圣文宗的弟子 他不仅不会拒之门外 反而会以礼相待 黄玉明显把握住了机会 哼 那就在父王的传信到来之前 将这破玩意儿 轰开 所有人动手 黄玉虽然明知道 林霄等人是人才 可是他不能让黄玉立功啊 所以 他要抓紧时间 将这些人都杀了 在父王的命令 没有到达之前 他就什么都不怕 听到黄玉的命令 他身边的那些强者 开始联手攻击 每一次的攻击 林霄的脸色 都会难看一些 体内的神源 以及灵魂力 疯狂地消耗着 如果不是他拥有 大量的潜能 只怕今日真就要死在这里了 强大的攻击 让林霄也得到了 巨大的好处 原本储存在体内的 黑风巨龙和血泥的能量 被疯狂转换吸收 他的神源 肉身以及灵魂都在被改造 对面狂轰滥炸了 足足半个小时 灵霄的修为 终于突破到了 神体近六重前期 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同时 天魔玄武体 晋升到四道神龙纹 防御力更为恐怖 力量也更加强大 灵魂力 则是增加了足足一倍 他的一倍灵魂力 那可是太恐怖了 如今单独说灵魂力的话 他恐怕完全不亚于神魂镜强者 当然 晋升是晋升了 不过灵霄的潜能 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照这样下去 估计维持不了一个小时了 他的眼中 明显出现了焦急之色 就在这个时候 攻击突然停止了 黄雪脸色难看地 瞪了黄玉一眼 没想到 父王竟然会同意你的看法 不过最好让他们小心点 黄金玉可不是什么人 都有资格去的 咱们走 黄雪很失望 因为在黄金五国王命到来之前 他没能击杀灵霄 这等于平白兜了一个敌人 不过 王命直接下打给了他 他不敢违抗 只能灰溜溜离开 但是黄金五国是他的地盘 他就不信灵霄等人 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周宇走了 黄宇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几乎都虚脱了 估计他心里头的压力 应该也很大吧 一方面担心灵霄撑不住 一方面又担心父王不会听他的 好在灵霄足够正气 仅仅一个金光圣文 就完全折服了他的父王 多谢你 灵霄看着自己的伙伴们 修炼神通秘法 已经到了最后 看向黄遇到 你们修炼完神通秘法 就赶紧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108个黄金五国 并非都是同气连织的 所以 你们还是可以逃走的 黄遇摇了摇头 看向灵霄说道 我们逃了 你怎么办 灵霄真心觉得 这个黄遇 是个善良的孩子 不愿意就此舍弃 我妈 黄金王毕竟是我的父亲 他虽然会惩罚我 但也不至于杀了我 黄遇笑道 唉 我又怎能让救命恩人 受如此煎熬呢 放心吧 我不会逃的 正如你所说的 我前往黄金五国 加入你们就是 灵霄叹了口气 随即笑着说道 你疯了 得罪了我姐姐 还敢去黄金五国 你不要命了呀 黄遇惊道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心里头 真得真得非常高兴 他觉得 自己帮助灵霄是没错的 灵霄的确是一个 值得帮助的人 有情有义 安了 他杀不死我 灵霄淡淡笑了笑 他打算先去黄金五国看看 能帮着黄遇一把 就尽量帮一把 等到时机成熟之后 再决定接下来的事情 要么离开 要么继续留下来 霸占黄金五国 因为他一统玄界的 大红院存在 所以就算再难 这些势力 他也得一个个收入囊中 当然 前提是 他的实力尽快提升起来 否则的话 没等实现红院 倒是把自己先给挂了 好在进入永恒神域之后 他们的运气 还是很不错的 所有人的实力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次都得到了神通秘法 实力肯定大涨 以后的路会更好走一些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一百章 黄金玉 作者 千里牧尘 虽然灵霄利用剑魂分身 躲开了狂血草的攻击 随梦小说落 然而这家伙反应极快 直接刺穿了剩下的那一道剑魂分身 剩下的一共数百条叶子居然同时抖动 朝着灵霄脊射过去 犹如梨花暴雨一般可怕 九级凶兽就已经够麻烦了 这家伙居然还身怀剧毒 真是难缠啊 灵霄只摘取了一枚长寿果 结果就没时间再去摘第二枚了 继续 剑魂分身 灵霄又释放出了三道剑魂分身 去吸引火力 而它的本体则偷偷躲在长寿果树旁边 进入了植物气息状态 这狂血草应该是守卫药员的怪物 别的药草或许不在乎 不过似乎攻击中一直避开了长寿果树 这就给了灵霄绝佳的机会 灵霄纵然防御惊人 拥有土灵之体 可他也不想跟九级凶兽硬碰硬 自然要用最聪明 最省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了 眼见狂血草开始攻击剑魂分身 灵霄终于再度动弹 将两枚长寿果收入囊中 此时纵然狂血草速度再快 只怕也是攻击不及了 然而就在此时 情况却发生了意外变化 剩下的两枚长寿果 居然落到了另外一人手里 此人速度之快 也是让灵霄有些惊讶 最可怕的是 这家伙出手之果断 选择时机之准确 就算他早有防备 可还是被对方给得逞了 灵师殿 这两枚长寿果 师兄我就笑纳了 明天 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可是灵霄却没办法追赶 明天这家伙摘了果子离开的时候 竟然使用密法卷轴 在灵霄追赶的路上 留下了一道火焰之墙 这火焰足足顶到了七彩祥云顶端那么高 根本不可能越过去 而灵霄身后 则是发狂的狂血草 明天 抢我的东西 还想杀我 你知道 这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灵霄不知道明天身上发生了什么 反正这小子的实力 好像突然间突飞猛进 竟然达到了超凡 近七重的程度 更令人不解的是 这家伙身上释放出来的 不再是那个熟悉的明天的气息 而是凶兽的气息 非常可怕的凶兽 不过即便如此 明天敢抢他的东西 他也绝对不会放过的 此时的他 想要灭掉狂血草 显然不太可能 于是张口一吸 明天留下的火焰之墙 居然被他整个吸进了口中 而后 灵霄对准了狂血草喷了过去 那熊熊烈焰 是狂血草最怕的东西 竟然因此倒退了好长一段距离 趁此机会 灵霄直接将长寿果树连根拔起 扔进了山河世界之中 加快速度追向了明天 明天的速度是很快 可是跟他比 却还不算什么 云龙神形金光龙翼 灵霄第一次在宗门之中 施展金光龙翼 速度瞬间暴涨 片刻间就将明天的去路挡住 明天 将长寿果浇出来 否则要你死 听到灵霄的声音 就在咫尺之处响起 明天当真吓了一跳 不过 经过了金长老对他身体的改造 他现在可是非常自信的 灵霄想要杀他 他可不信 师弟 不要执迷不悟了 你已经得到了三枚长寿果 我只得到了两枚 就此作罢如何 否则的话 师兄我只好将你杀了 明天站住了脚步冷笑道 废话 老子千辛万苦创造的机会 你去摘现成的 居然还敢威胁我 灵霄皱眉道 长寿果 有得者得知 不管用什么手段得到 反正我已经得到了 明天淡淡道 很好 既然如此 那就无需多说废话了 去死吧 跟不讲理的人讲理 那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 所以灵霄只能选择动手 更何况 明天这家伙 他早就想要教训一顿了 只是觉得月华宝塔之中 杀了人也不会死 平白浪费真元 所以才没有那么做 可现在看起来是 不动手不行了 酒卖器件 酒件合一 灵霄皱然右手一点 一道粗大的器件破空而出 整个空间 好像纸张一般 被撕裂开来 器件 竟然可以刺破空间 看来你小子 倒是真学到了不少好东西啊 明天瞳孔皱然收缩 来不及躲避的他 直接一掌拍出 血红色的妖狐羽衣再度出现 只不过比在天风城的时候 更加浓厚 也更加收放自如 砰 血红色的爪子 出现在了明天的手掌之上 将它整个人都包裹在了器中 恐怖的器件 撞在着血红色的巨爪之上 发出了沉闷的轰鸣声 真元四散剑射 落在地上 居然开始燃烧起来 明天身形暴退数步 而后一脚插在地面之上 方才稳住了身形 他面色阴冷地看着灵霄 倒本来不想 浪费气力的 既然你要找死 那师兄我就成全你 其实他跟灵霄的想法一样 不愿意在这里面对付灵霄 杀了跟没杀一样 反而还要消耗自己的真元 这绝对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可是那前提是 灵霄不对付他 然而现在 他没有退路了 灵霄分明是铁了心想 要要回那两枚长寿果 给你脸 不要脸 乖乖的 还能做你的天才 可是现在 你就不要想了 灵霄双目之中 犯着森然的杀鸡 久迈气剑 虽然一招 未能将明天杀死 也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然而 这家伙居然没有受伤 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难道明天的身体 发生了什么变化 管他什么变化 照杀不误 灵师殿 师兄我刚刚经过金长老全力帮助 方才将忍族圣寿九尾植入体内 与我身体灵魂融合接近七成 现在的我 没有五魂 却比拥有五魂的人更强 明天冷笑道 只是拥有这种力量之后 我还从未与人战斗过呢 既然你想成为第一个试验品 那师兄我也不会拒绝 忍寿融合 灵霄倒是听说过 在忍族之中 有一种非常残忍邪恶的秘书 可以将活生生的兽类与人类进行融合 包括灵魂和身体上的融合 接受这种秘书的人 十个有八个都死了 存活几率堪称十分之低了 不过活下来的人 会变得非常强大 但却从此不再是人类 而被成为半兽 半兽不能使用五魂 但是却可以使用植入体内的兽类的所有力量 随着自身修为的提升 这种力量还会越来越完全 越来越强大 本章完 看来 进行大 这种力量还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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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感谢观看